我们的女主穿越到了一部书里 不过她没有像其他书中的女主一样穿越后过上了幸福浪漫的生活 她反而穿成了一个孤儿院的孩子 像个乞丐一样生活了很多年 而这所孤儿院里的老师 经常对孤儿院的孩子们虐待 非打击嘛 虽然我们的女主是穿越来的 但是她也还是个小孩子 依旧没逃过这些毒打 她发誓 她要是从这里出去了 她肯定不会放过他们 她要把他们吊起来 像溜溜球一样从上往下弹来弹去 不过她期待的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帝国第一的冷面公爵 她在交代完一些事情后 突然宣布她要领养一个孩子 如同是她身边亲近的下属 她只感觉一眼的问好 公爵这是在说笑吗 但是当他们来到孤儿院后 看到有一个被公爵气场吓哭的孩子 有朴佛啊 这已经是第十八个孩子了 看来公爵这个架势 是真的要养孩子 公爵也看到在他面前提哭不止的孩子 忧伤无奈的道 单紧让人把孩子抱下去 实在是太吵了 公爵回想着 要不是那个人等天带着孩子 在他面前炫耀 时不时唠叨着让他体验一下带孩子的感觉 他才不会浪费时间来这里呢 这可真是没礼貌的孩子 他有那么吓人吗 公爵朝着门外走去 对着后面的奴普说 走吧 去下一家 奴普望着公爵挺拔的背影轻叹 有钱地位又高 外加气质凶狠 被认为是帝国最佳新郎人选 还不如直接结婚呢 那时候肯定有大把的女人扑上来 两人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一阵的吵闹声 只见一个张兮兮的孩子 被大人拉扯着 孩子张口就咬在了他的手上 身上少了那股钳制 小孩子立马跑到公爵面前 大声喊王叔叔 男人看着面前的小乞丐 像个小野兽一样 莽撞 又无畏 院长看到孩子出现的那一刻 就知道要坏事了 忙对着公爵解释说 这个孩子总是闯祸不听话 我现在就叫人把他拉走 公爵指定着这个孩子没说话 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心地 交由奴普来办 奴普在后面冷吻地说 你们胆敢违抗公爵的旨意 明明告诉过你们 公爵要见所有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院长几重人 只觉得满不下去了 眼仗成了朱甘涩 公爵在外面的盛名 他们也早有耳闻 实在是顶不住来自公爵的压力 一个个的都下跪附身求饶 你叫什么名字 公爵居高临下地问 小女孩怒气还没平息 冷声说道 我没有名字 雷奥妮 布雷欧这是你的新名字 穿进小说的雷奥妮 终于摆脱了令她厌恶的孤儿院 独有的气质 让她被公爵看中 成为了她的养女 公爵举起这个浑身脏兮兮 长闹不停的孩子 看来回去要先给你找个家庭教师 对她说话未免太放肆了 雷奥妮似不过满被她举着 狂狂的用手拍打她 这个举动可把后面的奴婦给紧张坏了 敢这么对公爵的 她恐怕是天下第一人 不过公爵好像并不在意 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画面 这个小女孩成功的引起了公爵的注意 抱到大腿的雷奥妮想着 以前受到种种的伤害 现在可以我回去了吧 看着面前的男人 雷奥妮一头脑的向她告状 这个孤儿院里的院长和老师经常的虐待我 雷奥妮抬起手臂上的伤 这个是老师打的 院长打的伤在后背 公爵的气势更冷了 浑身散发着杀气 要教训所有的人啊 雷奥妮立马摇头 只有克宁尔是个好老师 她经常照顾我们这些孤儿院的孩子 雷奥妮在一旁确实凶凶的说 院长他们不仅虐待我们 经常还跟老保有来往 孤儿院里红好的一个姐姐就被带走了 你帮我教训他们吧 公爵盯着她冷声道 要杀了他们吗 雷奥妮的眼神瞬间凌厉 恶狠狠道 不 拷打他们 但他们生不如死 公爵转头看窗外叹息 这真的是个孩子吗 既然是女儿的要求 她肯定会照做的 她丰富奴普 这里太脏了需要清理一下 最好是一成不忍 卢浦陪在她身边多年 当然听懂了公爵的言下之意 后面的雷奥妮强烈的应援声响起 既然又收拾他们 最好把他们的手脚都打断 再用皮鞭戳他们的后背 除掉他们 抖掉所有的灰尘 那个地方就在不会乌烟瘴气的 对了克尼尔是个好老师 要保护好她 这一次公爵和卢浦 稀奇地看向面前的孩子 她真的是个孩子吗 她不是个小恶魔吧 马车行走的时候 雷奥妮特别欢快地向卢浦挥手告别 留下一脸实话的状人 是为假不可置信道 她真的不是主君的女儿吗 卢浦佛俄 这整人的法子 简直和主君的一摸一样 简直就是披着天使的小恶魔吧 卢浦转身吩咐手下 先办事吧 这个父亲有多宠自己的女儿 对于之前欺负虐待自己女儿的人 当然是回给最高的记忆 好好的招待他们 到达一战后 公爵把雷奥妮托给身边的女骑士莱比佩照顾 第一件事当然是把脏兮兮的雷奥妮洗干净 莱比佩注意到了小姐背后满身的伤痕 顿时心疼了无法言语 而我们的小伟奥妮却是蛮不在乎 拖着塞叹息道 真希望能赶快好起来 要不然睡觉的时候总会被抗洗 随后小声咕咙道 一直在挨打 都没时间恢复 莱比佩不由的安慰道 小姐现在年纪还小 只要好好休息 很快就能恢复的 我手上有最好的创伤药 等你洗完早就给你抹上 李奥妮回头眼神亮晶晶的红板机看着她 莱比佩把李奥妮吼睡着后 就找到公爵 汇报了刚才的事情 男人手搭搭地瞧着自己扶手 不发一言 随后命令莱比佩派人去不而远传信 把欺负过孩子的人全都大鬼里毕 她又好好的招待他们 第二天雷奥妮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公爵面前展示 公爵却毒舌道 洗干净了还是很丑 这可把李奥妮气得炸毛了 使用她的小短腿攻击 不过这点力量在公爵面前根本不够看的 雷奥妮大声吼道 这个时候你应该夸我漂亮 公爵继续毒舌道 又不漂亮有什么可夸的 公爵紧定着雷奥妮 你要是想我夸你 就在长胖扁 公爵抱起她去用餐 而这样和谐相处的画面 着实惊掉了骑士们的下巴 他们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开门的方式不对 他们伟大的主君变相 竟然很亲切的抱着孩子 这一幕负此子笑的画面是怎么回事 这时主君问候的声音传来 你们站在门口干什么 骑士们立马向公爵和雷奥妮说早上好 公爵转身才不想与这两个傻傻的骑士 只有雷奥妮亲切的向他们打招呼 骑士实话般的白白手再见 布雷奥公爵被称为黑色的猛兽 帝国第一的冷练公爵 竟然是个小女儿牛 由于我们的雷奥妮小姐一日三三吃的群是肉 随着马车的颠簸使劲的捂着口鼻的动作 直到我们的公爵执正能 想吐就吐 你现在是布雷奥公爵家的小姐 不要觉得弄方马车就觉得可惜 因为每每呼吸的一瞬间 雷奥家族都可以赚到一马车的钱 雷奥妮被她的豪言破亦开心到了 发出赞叹的声音拍起小手 叔叔好棒呀 叔叔是最有钱的 但是小孩子应该富有美好的心灵才对 我还是不用吐在马车上好了 公爵被她这一套整个独自载起来 这都是哪里来的胡说八道 这是窗外省过莱比佩的脸 雷奥妮指着莱比佩说 我喜欢莱比佩姐姐 正好公爵想你给雷奥妮选老师呢 莱比佩是个优秀的骑士 光豪可以负责她的安全 公爵看着莱奥妮坐车实在太难受 给她提议时时传送门 而成功的把她给试吐了 小小的人虚弱极了 公爵心疼的把莱奥妮抱在怀里 轻轻拍她的后背 公爵低头看向怀中虚弱的小人 如舌道 真难看 守护北方的格拉迪哥骑士团 已经服侍布雷奥公爵很多年了 公爵也多虚弱他们可是见过的 可是面前这么美好 却违得金子的移民 实在是让人不喷眼是怎么回事 经过多余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来到了属于布雷奥家族的领地 莱奥妮感叹道 真的好漂亮 外面好多血 公爵解释说 这里直到春天来之前一直都会有积雪 布雷奥家的大管家卡拉组织好佑人 打算迎接主人时 没想到从车上跳下来的一个小孩子 莱奥妮看着眼前的大房子 大声感叹道 真的好大啊 公爵又不支手把她抱在怀里 佑人骑骑行的礼仪 欢迎他们有人回家 一边全都在暗响着 这个人是谁 莱奥妮一边对公爵收拾的抱在怀里 一边又悄悄的摸上公爵的结实的胸膛 叔叔 你的胸膛好结实啊 好吧 要不是他的这个动作 我都要忘记他之前可是穿来的 他可真是个小色女 整个帝国 黑色是只有布雷奥家族血统的人才会有的大色 而我们的莱奥妮不仅有黑色图画 还有的黑色的眼镜 这就导致布雷奥领地和公爵此出现的很多 关于他是公爵私生里的传闻 卡拉是布雷奥公爵府里的大管家 尽心尽力服侍着公爵府 布雷奥公爵更是他看着长大的 别人怕他 他否不怕 而现在书房里传来卡拉大管家怒吹的声音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竟然是因为那样的原因跑去领养一个孩子 你就是不负责任也要有个路 万一孩子受到伤害怎么办 是的 公爵在他的眼里就是从小养孙处一段的 确实是不会能照顾一个孩子的人 公爵转身走向落地窗前 明显不想挖理卡拉管家 公爵看向楼下也奥秘和诗语玩血婆婆婆好动的模样 顶得布雷奥公爵心里一片柔软 他声音论道 孩子不是宠物 这个他当然清楚 卡拉管家继续口罩 他主人你的行为就像随便捡担小猫小狗当玩具一样丑爱 公爵的气势瞬间迷你 被质疑的感觉惹得他很不少 你觉得我人这个都分不清吗 卡拉继续回答 要不然你也不会带个孩子回来 一旁其实感觉到了公爵和卡拉之间的剑马武章暗能涌动 不由的打起原厂 话说这个孩子真是和公爵没有关系吗 他的黑色头发 确实只有布雷奥家族的人才有 公爵声音冷道 那些话不要再让我重复很多次 现在书房里已经静静的针掉下来都可以听见 来比对感觉他呼吸都开始困难了 你还不如不要打原厂呢 公爵想到了要你实在是太瘦了 所以首先发话 先让他长胖一些吧 别管那些有的没的 卡拉叹气 现在府里和领地到处都有一些关于他是你私生子的传闻 小姐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道后谈资 你打算怎么处理 公爵看向楼下玩得欢快的李奥妮 转身声音冷道 应该不会有人自寻死路 要有直接上了电视 我会赐以他们最高的荣幸 用他们的血来染红我的剑 随后用一森森的对着手下发问 我期待已久的客人 终于要到了吧 天哪 到底是谁有的公爵这么惦记 这可是不弄死对方这不罢休的态度 这个表面痛似人畜无害的小萝莉 实际上对于在孤儿院虐待他的院长贺朗师 他天真无邪道 他要把他们像溜溜球一样抬来弹去 直到绳子断了为止 自从雷奥妮来到公爵府后 府里上上下下的庸人都很喜欢他 因为小姐实在是太甘蒙可爱了 他对每一个人都很亲戚的打招呼 软诺诺的心地都要文化了 听到来比佩说今天府里来客人了 公爵请他过去 雷奥妮已经猜到是谁了 雷奥妮飞快的跑向公爵 公爵接着他抱在怀里 嘴里说着 当心伤到 雷奥妮不服气的回答 看什么 我在孤儿院里 讨得可是最快的一个 因为那些人动不动就要打我 听到这 公爵的眼神立马扫兴跪在那里的人 雷奥妮当然注意到了 跪在那里的一群人 不过他现在可不想理他们 转头亲切的和雷奥打招呼 雷奥说 看小姐你这段时间过得还不错 我就放心了 雷奥妮回忆微笑 我每天吃得好 睡得也好 雷奥欣慰的点点头 那真是太好了 这时跪在下方的院长和老师们 见到了奥妮在公爵府这么受宠 不由的打起来感情牌 因为公爵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们快要顶不住了 不过雷奥妮并不想施舍他们什么 并不会替他们前情 经到那些虚伪老师说有多挂你苏时 雷奥妮的眼神冰冷极了 这时院长继续对雷奥妮说 记得你刚来孤儿院时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你像一个小号子一样 又小又可怜 公爵实在是不想听他们废话 他什么都全然交由雷奥妮自己处理 并对他说 万一有放过他们的想法 可以告诉我 雷奥妮低头随后看向跪着的一群人 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雷奥妮浑身散发的气息一冷极了 他脱下一只鞋 哒哒的跳着 开心的张开手艇 接下来是愉快的审问时间 雷奥妮用他的鞋子戳向一个老师的头 这个老师整天敲我的胳膊 然后戳向另一个 这个人经常用提鞭打小孩 还引以为二 还有这个老师 拿着孤儿院的钱 和有夫之妇鬼混 之后走到院长面前 用呆呆的语气对他说 所以呢 做人还是要善良一点背吧 跟我回忆最多的院长大人 你说是不是啊 雷奥妮在孤儿院时 一直遭受院长和老师们的虐待 而现在院长和老师们被捆着 跪在雷奥妮面前 雷奥妮用近乎极其悲凉的语气 对他们说 院长和老师这样的大人 不是要保护我们的吗 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 院长冷汗沉沉的跪在那里 随着雷奥妮的一声声质问 他一句也答不上来 雷奥妮全身散发阴冷的气质 为什么 听到这些话的布雷奥公爵 眼神更是阴沉的可怕 他决定不能让他们轻易的死 雷奥妮提起他的小鞋 插着腰讽刺道 还有我进孤儿院的时间是冬天 不是夏天 这下你总该记清楚的了 把院长大人 说吧 手中的鞋子砸向院长的头 雷奥妮打开手中的盒子 公爵看到了一会 那是什么 雷奥妮会风格最甜美的微笑 这是我给客人准备的礼物 奥魂曲 盒子开始播放了一种极其古怪的音乐 在院长他们心里 雷奥妮已经是一个比恶魔和可怕的人 雷奥妮脸色连成的可怕凶恶道 见到你们就觉得噁心 你们还是下地狱去吧 玩事后 布雷奥公爵弯腰奖励了一个糖果给雷奥妮 雷奥妮一会道 我今天没有表现好的地方啊 公爵回答道 你有 雷奥妮抬头看向他 是指我刚才折磨布尔月老师的事吗 公爵揉了揉他的头发 宠妮道 你刚才很有布雷奥家族的风法 公爵把雷奥妮抱在怀里 一旁幽然更是鼓掌开心道 小姐 您真棒 大管家和莱比佩也是一脸的感动的样子 独自清醒了卢普 内心发问 难道 只有我一个人对眼前的画面不觉得感慨 是我太奇怪了吗 公爵抱着雷奥妮往外走 雷奥妮则是舒服躺在他怀里 追尼巴巴的说着什么 卢普走近才听到雷奥妮小姐说 总之 你不能直接杀了他们 那样就太便宜他们了 我们要捞购本才行 公爵说 这些话你从哪里学到 雷奥妮回答道 孤儿院 随后雷奥妮特别兴奋用手笔画着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用绳子拴着他们 然后从悬崖上推下去 他们跳下去后就会因为绳子的弹性 从上往下的弹来弹去 马帕停下来后 我们也不管他们 直到绳子断了为止 公爵配合道 我觉得可以 刚好扶笛后面人子悬崖 他们的对话方式 独普被惊讶到了 再次感叹道 他真的不是主君的女儿吗 这种处事的方式 真的和布雷奥家族太像 这个小萝莉 竟然猜测自己的父亲和卢谷说手之间有什么 并肯一正言辞的告诉他 喜欢童性这不是罪 公爵刚洗完早出来的时候 卢谷就已经等在外面了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和公爵说 是关于雷奥妮小姐身事 正让说 门外传来咚咚的敲门声 雷奥妮大声喊道 说说你不在吗 身旁的是你提醒道 刚刚我看到了有人准备沐浴的东西进去 主人现在应该还在沐浴 雷奥妮暂停想拳头 那我要在这里等他 因为那个布雷奥公爵游行的品质酒 听着门外伺女和雷奥妮的对话 下一秒就受到五万点伤害 门外伯雷奥妮说 姐姐 欢迎因为我 就是变成个老公公怎么办 是你谈笑道 不会的 主人粉是很受欢迎的 雷奥妮不服气继续打道 脸好看又不是全部 要性格好才行 她的脾气可不是一般的臭 旁边的奴夫想笑 但又不敢笑的样子 浑身颤抖着 脸逼得都红了 雷奥妮还想继续说什么 能靠她一声被公爵大力的打开 可以看出她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而我们的雷奥妮去的眼前的景象惊开住了 才惊讶到叔叔没穿衣服 而如此叔叔坐在沙发上 脸色 视野联盟解释声 怕小姐误会惹怒公爵 小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公爵看起转身让她自能说道 不是你想的那样 雷奥妮在后面叫到叔叔 公爵心里道 我都说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在里面里就是那种男人吗 没想到雷奥妮一正人子道 叔叔 喜欢同性她不是对 公爵转身正面面对她 你觉得我会因为有个孩子 这不受欢迎吗 雷奥妮在眼前的景象迷倒了 摇摇头把脑子里的小法甩出去 你以后还是要找个好人 公爵回答道 我现在只是毫无遇到喜欢的人 公爵弯腰想要抱她 没想到小丫头软眼放光的看着她的身体 看伸手想用触碰 公爵选择先穿衣服再抱她 雷奥妮起别鼓道 为什么穿衣服 看看又看不换 公爵复合道 我竟然被女儿给调戏了 雷奥妮假心假意的道歉 道歉 我以后会偷偷看的 雷奥妮在一旁看到他们两个和谐温馨的画面 自问道 他们两个是忘了我的存在吗 她本是一个贵族家的小姐 因为爱上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骑士 不意外的遭到了家族的情侣反对 在一天向一个队友她选择与她私奔 双方为爱跟赋 结果却是雷奥任务 他们被河水冲毁的马车 但是如果当时他们二人在事故中幸存的话 那么雷奥妮小姐就有可能是雷奥妮的女儿 雷奥妮和公爵说了她的这个猜测 但是显然公爵不为所动 雷奥妮想起那个虽然善良可爱 但又极其剥造的女子 然后呢 跟她说了父母的身世 再和她说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嘛 而且如果她是雷奥妮女儿的话 对她来说并没有好处 雷奥想到一边是雷奥家族反对与恋人私奔 唐夕小姐的女儿 另一边是帝国最强的男人 北部的主人 也就是布雷奥公爵的私生语 两者之间贴上标签的话 那显然后者的会是更好些 公爵思索道 想要确认她是不是布雷奥家族的人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猛兽的獠牙 猛兽的獠牙是布雷奥家族独有的特征 雷奥妮披着红色的斗篷外套 对公爵然然的说 这个斗篷好像超人啊 公爵疑惑道 向谁 雷奥妮回答说 就是那个把内裤反穿的家伙 公爵一眼问号 还有那么变态的人吗 雷奥妮只好只是说 他不是变态 只是把内裤穿在外面而已 所以说是个人二号了 公爵不理解这种形容 无论管那种人叫做变态 公爵回想到之前 这个胆大的丫头 还总是叫他变态来着 雷奥妮一眼兴奋着 最重要的是她的身材 她宽快的肩膀和结实胸肌 身上没有一点重用 身材超级棒 公爵听到不由的响 但是天生喜欢这种身材好的人吗 这都是些什么跟什么 没有那笔画的超级的提示向前跑去 公爵在后面担心道 你别摔倒了 当然了 我们的民族可是穿来的 他脑袋中有着大千世界的想法 常人是不能够为理解 他穿越了 不过他没有一针眼就过上贵族小姐的时候 反而是穿成了受老师随意打骂的乌尔院 在看到公爵扶马车的狮子标证 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穿梳 毕本把庸俗爱情写得非常有趣的信息 他想要逃离这里 起初他壮的胆子决定在公爵面前 哪怕成为公爵府里的下人 也比在这个令他厌恶的孤儿怨恶 而他却意外地成为了公爵的厌恶 更出不意料的是还在后面 公爵坐在沙发上一脸平静地告诉雷奥尼 雷奥尼你应该是我的外甥你 雷奥尼震惊了 外甥你是好的 不过原著中好像没提到过这点 不过比起这 更令雷奥尼一头黑线的是 这种绅士秘密是要在放后娱乐时间突然说的 显得不是很壮重的 不过公爵说话一向是不喜欢拐弯墨尽 直接与他解释说 你身上有着布雷奥家族的特质 布雷奥公爵手伸向他打脸 继续说 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面前的无所畏惧 出于好奇 故意给你亮出了我的姚雅 而那时你的眼睛在发光 我当时以为是灵力 年幼的魔法师会为了保护自己释放出灵力 不过你并不是 说着 公爵对着雷奥尼的眼睛释放出猛瘦的撩脸 雷奥尼揉了揉眼睛 清楚地感到眼睛的不舒服 雷奥尼急切地问道 那我的眼睛刚刚热了你 是对獠牙产生共鸣吗 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 公爵解释道 那是我并没有想象的 我只是在确认你的獠牙 毕竟獠牙只因为獠牙而非 原来他真的是布雷奥家族的人 雷奥尼伸手掐了掐自己的脸 这真的不是梦吗 公爵揉了揉被他掐红的小脸 心疼道 再怎么样 你也不用掐自己的脸 雷奥尼愣愣地问你 那我的生母是谁 公爵声音低沉道 是我的表妹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烦的人 公爵一脸平静地说出雷奥尼的身世后 原来她的生母就是公爵的表妹雷吉娜 雷奥尼向卡拉管家打听生母的消息 她言语地说 叔叔 她讨厌我母亲吗 卡拉管家激动地站起来 生怕小姐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不好的印象 她是一位非常善良无可挑剔的人 雷吉娜小姐是一位追求爱情与和平的浪漫主义者 而且她也非常涉大家的喜爱 说到这 卡拉管家佛罗科桑不错诞当 还有就是 雷吉娜她在主人面前是一个非常没有眼力见的人 至少主人是这么认为的 雷吉娜小姐非常喜欢主人 喜欢黏着她 待在主人身边问长问短 人要宁面到微笑点点头 心里复斐着 他们肯定完全不合 这是有多没眼力见啊 根据她在其他世界的经验 这种没有眼力见的理想主义者最让人头疼了 而且书中并没有记载关于雷吉娜的任何信息 大概是男主人佩里奥公爵不在意吧 有点可怜呢 雷奥尼问道 那我的生物后来怎么样了 卡拉管家告诉她 她的生物雷吉娜爱上一个四处流浪的骑士 不顾家人的反对 与她逃走了 雷奥一东西茶杯碾了一口 暗想来历不明的漂泊骑士 一定是人渣装样子而编出来的假话 头发梳都不会用这种碎材 雷奥尼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站起身对着卡拉管家微笑 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如果这就是她的身世之余 还不如不问呢 因为她从不留恋过往 这个小女孩得知了自己亲生的父母 有很大的可能不在人时候 她却一点都没有任何悲痛的表情 公爵问她 你不想再问关于你父母的其他事情吗 雷奥尼给书本翻页一边回答公爵 我从不留恋过往 我只会往前看 公爵转头看向她 伸手来回抚摸她的头发 在这方面 比起雷吉娜 你更像我 雷奥尼一屁股坐在地下 连鼓鼓道 那可真是万幸 说明我是非有眼力见的人 公爵发笑 继续宠溺的来回抚摸她的头发 雷奥尼转头看向公爵悠行自在的躺在沙发上 叔叔 你不忙吗 你最近都没有工作诶 公爵回答 倒是你 吃东西不要把碎杂弄在地上 不然怎么会时刻戴着围裙 围裙 雷奥尼低头看向自己的金鱼穿搭 怒口道 这个是衣服 这个叫围裙连衣裙 公爵平躺在沙发上 转动到雷奥尼 她的心情愉悦极了 对雷奥尼说 过几天我就不在家了 到了魔物撒野的时候 雷奥尼在公爵头发上 悄悄摆腻的蝴蝶结 一边问道 撒野 这个词会不会不太好 叔叔 你应该庆幸我不是普通的小孩子 公爵不必须回答 广广地戴在公爵头上 有个异藏的雷奥尼哈哈大笑 公爵一边摘掉头上的蝴蝶结 一边用指尖戳戳大笑的雷奥尼的头 都雪停了 我就要带人出去狩猎 来减少魔物的数量 雷奥尼紧盯着她 眼里满分不舍 公爵又把蝴蝶结重新带到雷奥尼头上 说道 如果天气好的话 我会尽量早点回来 毕竟比起魔物 天气更影响人 以后我也会带着你一起去的 听到这 雷奥尼又炸毛了 我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公爵说 我一开始带你回来 就是为了让你继承我的位置 雷奥尼简直超级大无语了 大叔 你也太随便了吧 你不打算结婚吗 爵只好回答 比起结婚 两孩子更有趣 这个父亲有多豪横 因为女儿每次对着雍人太有礼貌了 惹得公爵把府里的雍人全都轮方泛了一遍 并豪横道 钱会解决一切 是你跟上来一盘糕点 雷奥尼发出感叹的声音 哇哦 谢谢姐姐 顺女也回以微笑 却惹得一旁的公爵皱眉 并令到从现在开始所有的雍人都被解雇了 所有人都震惊的看着公爵 雷奥尼也不知道他这是又发什么疯了 公爵冷声说 区区用人 竟敢让布雷欧家族的人使用尊称 作为家主 我不能看着有人坏规矩而不管 我不砍了他们的耳朵已经不错了 雷奥尼气得炸毛 真小气 我以后再也不使用尊称了 你居然用全体雍人威胁我 你比魔物还可怕 公爵不管一旁炸毛的雷奥尼洋洋自得道 没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 做完一只隔壁家主 雷奥尼朝外面走去 雷奥尼看着走在旁边的布雷欧公爵 想到什么 对着公爵说 叔叔 你哪天不会变挂 赶我走吧 公爵停步脚步 弯腰用指尖戳戳他的鼻子 郑重的告诉他 雷奥尼 你是我的女儿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公爵抱起他 示意他向上看 雷奥尼抬头看到了巨大的天蓬上面 和着一个狮子 身为布雷欧公爵家的小姐 雷奥尼有很多精美的衣服 雷奥尼嗓尸一圈 选了和公爵同款的黑色衣裙 沉冽回来的公爵正要推门进去 背后传来雷奥尼的声音 只见雷奥尼蹬带着跑向公爵 公爵把他抱在怀里 雷奥尼趁机爬上他的肩膀 在公爵头上向来笑去猜测道 你刚刚是去训练了吗 感觉你的身上湿噜噜噜的 有一股香皂的香味 公爵把雷奥尼放到餐桌上 对他说 他外出训练的日子定下来了 就在明天 在此之前 我会见过你的家庭教师再走 雷奥尼惊讶 叔叔什么时候长得家庭教师的 雷奥尼和公爵一起在门口迎接家庭教师 马车上下来两个人 他们恭敬的向着公爵行礼 做着自我介绍 你能看上去很是优伟典雅 是贵妇级别的人物 他说 他叫凯琳娜 是李懿老师 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 叫阿尔戴亚是教学历史的 这个老头在雷奥尼眼里 已经是个催眠药的存在了 想着事情的雷奥尼站着没动 还是公爵提醒他要打招呼了 雷奥尼上前不大声地介绍自己 两人面带微笑地点头 等人走晃 雷奥尼悄悄问道 叔叔我有什么需要小心的吗 公爵好壮道 你需要小心什么 要小心的是他们 在我们北部时不会出现 让公爵小姐看别人脸色的情况 即使你做错了事也不会 雷奥尼开心道 果然人要带着权力出生了 公爵就要前去狩猎了 临行前 他给雷奥尼安排了两位老师 一位是之前德高望重的学院教授 另一个是曾经追求过公爵的人 雷奥尼听到这如脏雷击 公爵只好解释道 他在北部没有比他更懂得礼仪的人了 而且 他在首都的社交圈也很有名 还有就是他不是像那种没有眼力见的傻子 雷奥尼只觉得他在狡辩 公爵只好继续说 首都的社交圈是一个与贵族一会一样丑恶的地方 从表面上看 它是一个有贵妇举办的高雅聚会 实际上是充满了欲望和算计的黑色战场 总有一天你也会去那里 这是成为布雷奥家族的人不可避免的 随后又看向雷奥尼 但其实我不想你去 他只想他永远开心快乐 即使雷奥尼再不想和公爵分开 顺炼魔物的出征又还是完了 雷奥尼强忍的困意来送布雷奥公爵 歪倒在世女身上 小声对着公爵说 一路顺风 回来的时候记得给我带好吃的 公爵抚上雷奥尼的头发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就是布雷奥的主人了 命令后面的众人 大家要照顾好他 贾维尔卿 听到名字的骑士一马正式道 我将赌上我的性命 保护小姐 公爵交代好一切事情后 又忍不住对着雷奥尼叮嘱道 雷奥尼记得好好学习 晚上早点睡 还要多吃饭 雷奥尼含糊不轻道 说好 公爵最后依依不舍地 踏上了狩猎魔物的路程 而我们的雷奥尼小姐 也开始了她的学习之路 只不过眼前的这个女老师 真的不如表面那样啊 这个小萝莉可不简单 她每天都在想要 以怎样的方式弄死面前 这个女老师 原来是自从公爵前往狩猎魔物后 雷奥尼就开始了她的学习生活 第一节课就是泰德夫人老师的礼仪课 而这个老师可有意思多了 表面在夸赞她 狮子话里夹杂着不为人知的暗讽里面是 雷奥尼皮下肉不像心下腹肥着 她真当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吗 或许这里是小说的世界吧 在这里 自杀的方式都很新颖 雷奥尼就先静静地看着她怎么表演做死 老教授也是公爵给她找的老师 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下课后 雷奥尼来到老教授这里吃点心随口问道 泰德夫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老教授斟酌一会回答道 过去的梅雷奥卡在社交圈里很有名 但她是一个恶毒的人 她最擅长的就是她在担心别人和称赞中 巧妙地夹杂着指责与蔑视 她的恶意就像蛇盘一样 藏在话语中 被言语伤害的心灵是无法其余恢复的 老教授低头看向她 你已经经历过了吗 雷奥尼兵冷荡 我都已经经历过三次了 第一次 那位女老师夸赞她和公爵很相像 极有气质还很美丽 但是内在有很多的不足 应该多努力 实际上是在嘲讽她是私生女 身份低贱 第二次泰德老师故意上下打量她说道 就算为了报答公爵好心带你回来 你也要加倍努力 暗地里就是讽刺她运气好 被公爵收留 第三次 面对可爱的雷奥尼 她又说 长时间的习惯是很难改掉的 实则是暗戳戳的说她身份低贱 不管怎么努力 也改变不了事实 想到这些 雷奥尼浑身散发着低气压阴冷极了 刀叉用意的插到布丁城说道 既然泰德夫人这么苦苦的哀求我杀了她 那我不是要成全她吗 老教授端起一杯茶 悠哉悠哉的想到 看来 泰德罗斯伯爵家也要完了 这个老师有多两面 每当我们的女主乖巧的行着礼仪的时候 他才露出最恶毒 最讽刺的表情 而他这些脸奥尼都清楚 他想着将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了 等叔叔回来后 他会把这些全部告诉给叔叔 叔叔一定会惩罚他的 只因为他是黑色的猛兽 北部领主布雷欧公爵最疼爱的女儿 现实里泰德老师 又一次把他的魔掌伸向雷奥尼的肩膀 自以为是替他着想的说 小姐你很棒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明白自己的立场 你一个小小的事物都有可能会拖公爵的后腿 泰德夫人看着面前低头盛眼的雷奥尼 心下既得意又厌恶 泰德夫人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面前这个小东西时 他便感到非常的恶心 在京都的社交圈里 他很自信 他比任何人都要美丽 但凡是他想要的就没有他得不到的 除了那个男人 布雷欧公爵 他非常的耀眼和出众 他想要得到他 于是故意的去接近他 被他冷漠无情的拒绝掉了 于是他在他的众多追求者中 选择了一位条件很好的人结婚了 他对他的生活还算满足 可有一天 他听到布雷欧公爵带回了一个私生女 是的 他在嫉妒 嫉妒那个为布雷欧生孩子的女人 嫉妒那个可以拥有布雷欧的女人 他还嫉妒一向冷漠的布雷欧 竟然那么温柔的对待这个孩子 不过看到这个孩子对他低头的时候 他心里舒畅多了 不过他还不知道他快要完了 雷欧妮可不是普通的小孩子 他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这个老师有多可恶 不仅惦记别人的父亲 还妄图掌控他的女儿 而且夸在女主的话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嘲讽 现实里这个老师继续对雷欧妮虚伪的说 你要怀揣着对公爵的感恩之心 是他让你拥有这种丰厚的生活 小姐你能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公爵的功劳 所以您才更应该明白自己的立场 雷奥妮低头一言不发 但是最后一句话好像踩了雷奥妮的痛脚 他轻其弥谈 立场 他雷奥妮是北部的主人 布雷欧公爵最疼爱的女儿 未来的继承人 想到这些 雷奥妮嘴角勾起冰冷的笑 他打算不陪他继续演戏了 对着泰德罗斯伯爵夫人说 你的话 我一直铭记在心 所以你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里了 泰德老师愣住了 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没想到雷奥妮确实认真到 我们布雷欧公爵家里 不需要一个认不清身份的人 恕不远送 而后面的泰德老师脸色惨白的下跪在后面 他好像醒悟过来他闯了大祸 眼前的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可以任他拿捏的 他着急的追上去 外面的佣人正是看他面光不善 面前的骑士把雷奥妮挡在身后 对他则是一脸防备的样子 泰德老师感觉冷汗直流 对着他们产笑想要解释道 你们不用紧张 我想小姐一定是无罪我了 我想我无意间可能伤害到小姐了 雷奥妮听到这冰冷道 你说无意间伤害到我了吗 雷奥妮抬头目光不善指示他 浑身散发着莫名的气场 碰面的骑士惊恐极了 雷奥妮这个气场 显然是他体内的猛兽的雷雅暴走了 这个老师不仅惦记别人的父亲 还出言侮辱他的女儿 暗地更是各种的嘲笑 终于把雷奥妮给惹毛了 他浑身散发出魔兽的雷雅 魔力在他体内乱窜 雷奥妮散发的魔力阵的身边的人呼吸快满堂坐在地上 泰德老师更是浑身颤抖着 惊恐的让他不自觉流出泪水 雷奥妮对着一切恍若未闻 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 只有满心的愤怒 雷奥妮对着在他面前颤抖的泰德老师冰冷的说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 我一直将你话铭记于心 你来到这第一天就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说我是私生女身份低微 第二天 你说我是运气好才拥有现在的生活 你说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抹掉我低贱的过去 难道你以为用冠冕堂皇的话 就能掩盖你肮脏的内心呢 雷奥妮用手捧起泰德老师的脸 或使他抬头看自己 雷奥妮的魔力四散 如刀剑一样丰裕的刺笑泰德老师 而此时的泰德老师不仅要忍受内心的煎熬 还有身体上的煎熬 他颤抖的解释 这些都是误会 雷奥妮冰冷道 误会 你今天警告我 要我没卖自己的立场吗 夫人 你觉得我是以怎样的立场待在公爵家的 是低贱的私生女 还是从孤儿院里没拉的孩子 雷奥妮咬牙切齿的说出这些 体内的魔力也不受控制的暴走 其实只觉得但是不好了 小姐年纪还小 对雷奥妮的控制不熟练 现在的情报可危险 可是她现在身体怎么都动不了 唯一能控制她的只有外出的光爵了 其实这样懊悔自己的无用时 大门嘎吱一声开了 公爵提着软软的奶油泡芙出现在众人面前 把雷奥的魔力暴走了 而我们的公爵全然不知府里的事情 公爵拎着奶油泡芙 想着等下里奥妮开心的扑到她的怀里 冷峻的脸上勾起一抹温暖的笑 刚踏进领地里 大家的神色都凝重起来 公爵府上方笼罩着大量的魔力 众人一看到这个情况就知道猛兽的獠牙抱走了 公爵冷然道 大家全体后退 后面的骑士想跟随上去 公爵想也不想说道 你们只会碍事 随后公爵用着最快的速度朝着府里跑去 府里的庸人看到公爵回来了简直就如旧身一样 公爵大步地走到雷奥妮身边 伸手把雷奥妮抱在怀里 雷奥妮全身散发的魔力开始迅速地回到她的身体 看着慢慢停复下来的雷奥妮 公爵叹气 你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但危险解除时公爵问道 蒋维尔奇 这是怎么回事 骑士自责道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好小姐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泰德罗斯夫人惹命小姐 她应该是跟小姐说了不甘说的话 而泰德夫人全身发抖着 公爵把手中的奶油泡芙逼到骑士手上 抱着雷奥妮朝楼上走去 嘴里冰冷道 真奇怪 难道我不在北部的这段时间里 大家都在热衷找死吗 横了一声 一致魔力形成了剑穿过泰德罗斯伯爵的夫人身体里 公爵回头看向倒在后面的人 全身散发着勇勇的气息 冰冷道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我变成全你 我们的布雷奥公爵 面对曾经的追求者 现在泰德罗斯伯爵家的夫人 毫不留情的当场射杀了他 只是因为他欺负了他最肯爱的女儿 公爵已经整整守护了雷奥妮两天了 他才悠悠转醒 雷奥妮想起自己做的事情 他的疗牙爆发了伤害了周围很多人 雷奥妮拉起被子遮盖住脸 只露出一双眼睛 对着公爵可怜兮兮道 我错了 雷奥妮把头埋进枕头里 呼气道 他说我应该明白自己的立场 但我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雷奥妮回想道 某一天他突然惊醒 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弱小的孩子 看不到熟悉到令人厌烦的阶级 连他的随生物品也都消失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 他连扑的时间都没有 在单方面的虐待之下 他拼命的想要活下去 现实里 雷奥妮开启满是泪水的脸对着公爵说 叔叔 我是谁啊 是一个失忆的孤儿 还是一个运气好的养女 或者是一个为爱私奔的女人的孩子 严助理 佩里奥 布雷奥公爵没有养女 他雷奥妮 布雷奥并不存在 他就是个完完全全的一帮人 可为什么会在原作开天前的时间线来到这里 现实里雷奥妮来头痛哭着 公爵伸手握住他的小手微弱的喊道 雷奥妮 奥妮 雷奥妮抬起满脸流泪的脸 公爵伸手把他抱在怀里 温柔的说道 就会担心一些没用的东西 像个小傻瓜一样 公爵轻轻抚上他的脸宠一道 真是个傻女儿 随后公爵轻轻拍打他的后背 一点点的把他哄睡着 平时一群傲慢猖狂的贵族们现在正在战战兢兢 竹林深渊一样等着公爵最后的宣判 那个被公爵带回来如你一般的雷奥妮 他们经常在背后所有的嘲笑 议论和看不起都成了架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把刀 布雷奥公爵全身散发黑色猛兽的气息 语气冰冷道 我不在北部多久了 奴仆回答道 三年多 准确来说是三年又两个月 公爵听到起身 贵族们身后传来公爵清脆的脚步声流远即近 这声音对他们来说比零时还可怕 他们顿时坐立难安 冷汗直流 公爵看着眼下的一群人冰冷道 你们这些东西还真是放肆啊 会议室里公爵全身散发着低气压 简直就像地域一样 让人感到呼吸困难 公爵冷漠道 你们趁主人不在 行事猖狂 嚣张跋扈 难道你们是在向我求死吗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 根本没人敢发表任何的言论 泰德老师的丈夫在公爵面前也是惶恐不安 冷汗直流 公爵看着眼前畏畏缩缩的男人 冰冷道 泰德罗斯伯爵 你的夫人还好吗 泰德罗斯伯爵强大的求生欲迫使他立马下跪祈求公爵的原谅 即使他的夫人也遭受到了公爵的重创 他也不敢有任何的怨言 公爵想到卢布城上来的调查结果 所有对雷奥尼不好的言论 大多数都出自这些所谓的贵族 公爵全身散发着杀气 他现在就想全部处死他们 但想到他可爱的女儿 冰冷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你们要记住这次是我大发自卑放过你们 处理好一些不重要人后 公爵第一时间就来安抚雷奥尼了 雷奥尼看见来人后 开心的想要跑向公爵 忽然想起之前在公爵怀疑大哭的模样 顿时感觉羞涩极了 公爵看到他这样扭捏的小动作 只能地认为他是想要上厕所 担心到 你想要去卫生间就去 不然会憋出病来的 雷奥尼听到怒吼的 人家明明就是害羞 你也太没眼力见了 公爵顿下给雷奥尼整理 一字读舌道就这还害羞呢 你也太能寒了 我耳朵就要聋了 经过梅雷奥卡老师的那件事中 公爵明白雷奥尼心中极度缺乏安全感 从他把雷奥尼带回领地的那时起 他明知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在背后讲舌根而选择了无视 还误判了梅雷奥卡老师 把他带到了雷奥尼身边 造成那样的后果 公爵也深深陷入了自责中 现实中的公爵抱着雷奥尼走到花园里 郑重地告诉他 我是你的父亲 更是你的家人 公爵对雷奥尼说 你不用去想你自己到底是谁 从未奥尼走短拦住公爵马车的那天起 他们便成为了真正的家人 乱线流传的是公爵表面的女儿 或者孤儿院的私生女 并或者黑色的猛兽 这些全部都不重要 他们只是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家人关系 现实里雷奥尼的泪水止不住的泪流 埋在公爵怀里痛苦 发泄着心中的委屈 也是他第一次对公爵叫着爸爸 公爵则是温柔着轻轻拍打雷奥尼的后背 公爵温柔的对着雷奥尼说 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和爸爸说 比如你在孤儿院挨挫的打 吃多了想土 你想见孤儿院里的伙伴 你对长时间工作的爸爸有什么不满 再比如你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和爸爸讲 公爵述说着这些普通父女之间可以相处的事情 雷奥尼他紧紧的搂住公爵的脖子 雷奥尼开心的扑到公爵怀里 对着公爵开心道 爸爸你衣服的颜色和我的一样 公爵回道 红色和粉色是不一样的 雷奥尼撒娇道 可是看上去很像啊 公爵只有丑溺道 你说是就是吧 公爵和雷奥尼一起乘坐着马车来到街上 雷奥尼兴奋的趴在窗户看向热闹的集市 充满着好奇心 公爵看着他蠢蠢欲动的样子 说道 我们现在下车吧 又扯了一个借口 我也有三年没来北部了 有点怀念北部的街巷 还有从这里走到孤儿院应该也不算太远 雷奥尼已经猜到了公爵在说谎了 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这么做全是为了他 公爵牵着雷奥尼走在闹市中 这时雷奥尼却被一旁的猛男们吸引住了目光 雷奥尼激动的眼里闪现了金光 公爵在一旁无奈的问他 你不去孤儿院了吗 雷奥尼不在意的回答 晚点去也没事 继续欣赏的不远处猛男身上的肌肉 正是一个中年男人身后跟着一个小女孩向前跟公爵行礼 公爵认出了他 是科拉塔子爵 科拉塔子爵没想到公爵竟然认出了他 热切的和公爵打招呼 并且介绍了自己身后的女儿弗洛穆斯 而弗洛穆斯刚盼头看向公爵 就被他看似凶弱的样子吓哭了 科拉塔子爵轻声安慰道 布雷奥公爵不是可怕的人 公爵则是一脸的配线 实在是和雷奥尼待的时间太久了 他都快要忘了他这个超级属性了 公爵轻轻拍着雷奥尼的头 告诉他们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雷奥尼开心地介绍着自己的名字 科塔子爵相应地介绍他的女儿弗洛穆斯 今年七岁了 雷奥尼看着高他一个额头的弗洛穆斯语出惊人道 原来还是个宝方啊 其一人则是反过来一脸问号地看向他 弗洛穆斯迟疑地问出口 雷奥尼你今天几岁了 雷奥尼大声回答道 七岁 我们的女主强妙以为公爵喜欢卢谱这个得力助手 还管他叫新爸爸 那么我们的公爵会怎样对待卢谱呢 公爵即将要把雷奥尼哄睡着后 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个晚安吻 迷迷糊呼呼的雷奥尼强忍着睡意 轻易当回给公爵一个脸夹吻 撒娇道 梦里要有我 随后就倒下呼呼大睡了 公爵站起身看着睡着的雷奥尼 脸上露出了雌赋般的笑容 走在长廊上的公爵打着哈欠 原来困意也是会感染的 公爵快要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到卢谱等在那里了 卢谱对着公爵友好的问候 招来了公爵莫名不理睬 并且公爵看到卢谱是全身散发着低气压和不爽的气息 因为雷奥尼的原因 卢谱现在成了他一级警戒对象 什么都不知情的卢谱慌张极了 不知道哪里又惹到公爵了 小心翼翼的问出口 没想到公爵迟疑的一回对着卢谱说 你知道奥尼今天跟我说了什么吗 他问我卢谱叔叔是不是要做我的新爸爸 卢谱疑惑极了 新爸爸 他不是有爸爸了吗 刚说完就注意到了公爵害人的眼神 不然想到那天雷奥尼那天误会的场景 卢谱即震惊又惊慌 着急摊开手对着公爵说道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怎么还误会我们 公爵在一旁暗总道 还不是因为你总来找我 这话简直要震惊卢谱一百年了 卢谱欲呼无泪道 难道我找你签字还有错吗 卢谱身为公爵身边的得力助手 在外面也是很有魄力的 并且他在帮助公爵管理和运营领地 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必须的 不理由公爵才不管他的想法 对着卢谱冷声道 如果不是要警示 你还是别来办公室了 卢谱只感觉公爵的条件真的很上头 毕竟他的工作大部分很紧急 公爵掰着手指头 一一列举卢谱不能来找他的时间 上课的时候 睡午觉的时候 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得不说公爵真的是个好父亲啊 这些时间全都是雷奥尼的作息时间 这可苦了我们的卢谱了 公爵给予的这些职场压力 卢谱真的想立马走人的 但是又想到公爵给予金钱上的满足 一个字 人 时隔三年 布雷欧亲自带人捕猎魔物 原本到了魔物繁殖期格外混乱的地方 意外的发现魔物的数量少了很多 原本性格温顺的魔物却出现了攻击人类的现象 经过卢谱的深度调查之下 发现贵族们在进行着非法魔物交易 卢谱对着公爵公主道 经过您上次的警告 大家可能是害怕了 最近都很安分 只有梅蕾奥卡伯爵家和格里斯男爵家 他们家的庸人很奇怪 最近频繁的派去不同的庸人前往一个宅邸 公爵散发着不少的气息 声音冰冷道 又是梅蕾奥卡 不愧是培养出社交之花的家族 可真是个厉害的家族 卢谱接着回到 他们共同去到宅邸士坦和米斯伯之家 而且他趁着名在首都的这三年 一直把自己当成领地的君主 公爵听到这 轻笑道 这倒是蛮搞笑的 但是实际上公爵 他只感觉自己的领地里进了只苍蝇 卢谱毕恭毕敬的回答道 谁让他有一个靠山 毕竟他是皇室的人 公爵听到这扑子的笑出声 笑声里充满着嘲讽 冰冷道 皇室确实有像苍蝇的一面 前代的陛下是一位如精英般犀利的人 而他那一宠的鹰仔一定不知道 公爵话点到为止 忽然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散发着危险的信号 邪魅的笑道 这样更好 不管我怎么折磨他们都是合法的 这也不怪公爵 问谁的家被人莫名霸占着 也不可能高兴起来 更何况是牙丝必报的布鲁欧公爵 这个小女孩为了自己的行为 更像一个小孩子 她默然地骑着木马晃来晃去 听到后面传来公爵的声音 雷奥尼开心地坐到公爵怀里 对他说 爸爸 你看到了吗 我坐落马了 我有玩玩具 公爵叹气道 恩 我看到了 公爵坐在沙发上 脱下外套 雷奥尼耐着小腿哒哒地跑到公爵面前 走到他的专属座位坐下 公爵亲切地揉了揉坐在 怀里的雷奥尼 笑着说 这里成了你的专属座位了吗 雷奥尼回头乖巧地说道 恩 我的专属座位 公爵逼给雷奥尼一张茶话会的邀请牌 想起的那天街上遇到的那对妇女 雷奥尼抬头看向公爵 好奇地问道 您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 公爵回道 因为这个茶话会需要带个孩子一起参加 其实私心里公爵希望雷奥尼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像其他同龄的小孩子一样玩耍 而不是像个小大人一样 公爵想起 在不安院里雷奥尼种种奇怪的样子 面对矮开一头的小孩子 雷奥尼吼不说 你最近有没有矮了 最近长高了过少了 面对高太一头的女孩子 雷奥尼怕长大 姐姐 你把所有的字都背下来了 真棒 对于闹矛盾的孩子 雷奥尼也是边哄的边调节 这种像个大人的动作 实在是雷奥尼这个小孩子身上不该有的 这一切 公爵都以为雷奥尼之前受到的苦难 导致他过分的早熟了 而公爵亚根没想到 雷奥尼 他是意识之人 他体内的灵魂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北部的猛兽部雷奥公爵有多可怕 所到之处都能吓哭一众小孩子 公爵和雷奥尼为了参加亲子的茶话会 他特意说了新发型 和打扮优雅的雷奥尼 一起出现在茶话会的时候 毫不意外的 小孩子在看到公爵时 所有人都不不逃走了 原本热闹的慧客 宋里顿时空无一人 公爵整张脸都是黑着的 旁边的雷奥尼捂着嘴偷笑道 哎呦 爸爸 你都把孩子也吓哭了 说着雷奥尼自发的笑得越来越大声 公爵还得勇说 你取笑爸爸很好玩吗 你这个望而奋义的女儿 雷奥尼的笑声越来越暴死道 当真不枉我穿得这么何夸来到这里 当然不能我自己这么遭罪了 两人正说的 这场宴会的主人 克拉杰拉克拉塔 前来恭敬的向公爵行李 公爵惊意的说道 我好像给大家贴了麻烦 真是不好意思 克拉塔夫人善意的说道 这孩子们太小了 雷奥尼上前对着克拉塔夫人 行着最标准的礼仪 说着感谢的话 克拉塔夫人看向可爱伶俐的雷奥尼 顿时母性大发 对雷奥尼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克拉塔夫人弯腰心切的对着雷奥尼说 布雷欧公爵小姐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茶话会的主办人 希望你今天玩得愉快 雷奥尼微笑着点头 心下想到 面前的夫人 和前几天在街上遇到的克拉塔子爵 是真的很有福气象 公爵希望雷奥尼多交到一些同龄人的小朋友 便把他带到了克拉塔夫人举办的茶话会上 但是拥有二十几岁灵魂的雷奥尼 面对这些小孩子只觉得头大 雷奥尼迈着轻快的步伐跑向公爵 公爵看到了只好说 奥尼你去玩吧 雷奥尼撒娇道 我想和爸爸在一起 奥尼想和爸爸一起喝茶 吃好吃的 公爵第一次无视他的撒娇 冷酷道 不要跟我耍花招 雷奥尼继续扯着公爵袖子晃动着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 公爵回道 当然知道 你这个看上去五岁的七岁小孩 雷奥尼眼里亮晶晶的 小迷尼的告诉他 其实我都已经二十多岁了 正是充满梦想与希望的年纪呢 公爵只觉得他在胡闹 欲发的感到头疼 不由的大声怒吼 哪有 远处正在喝茶的贵妇们听到公爵的声音 不由得一惊 不愧是布雷奥家族的人 公爵语言恍佛了一点 递给雷奥尼带糖 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你去给小朋友们酸糖吃 注意到雷奥尼永远的眼神 继续道 你的眼神要永山一点 至少也要交到一个朋友 雷奥尼转身永远的烫气 心里敌不道 我能跟他们玩什么 毕竟他又不是真的小猴子 得到公爵命令的雷奥尼 整个人永远极了 巴结一口咬掉手中的糖果 永远的想着 他的心里年龄可是这些小孩子的好几倍 要怎么和他们打成一片啊 雷奥尼在远处小声的嘀咕着 丝毫没有注意他身后站着一个人影 弗洛是科拉塔子爵家的小姐 也是这场宴会的小主人 作为主人 他应该去招待雷奥尼的 但是想到之前哥哥对他说 他可是北部猛兽的女儿 他一定也是小猛兽 弗洛的性格本就胆响 听到哥哥这样说 顿时浑身都害怕的发抖着 弗洛颤抖着说道 那我 我该怎么办啊 哥哥继续猖狂的大笑着说 还能怎么办啊 当然是被他吃掉了 胆响着弗洛被吓得大哭起来 科拉塔子爵听到呼声走过来 一巴掌拍在了哥哥的头上 并告诉他不准欺负妹妹 科拉塔子爵柔了柔轻声啜气的弗洛 安慰他道 你不用勉强和他成为朋友 可他毕竟是今天的客人 你是不是应该去打声招呼啊 不过前提是你自愿的 弗洛为自己打着气 哥哥逃跑的时候就哭了 那我要比哥哥勇敢 毕竟我们已经见过一面了 弗洛鼓足勇气对着雷奥尼开口打招呼 雷奥尼回头就看见了长相文静可爱的弗洛 只感觉弗洛交给他的任务开始有了着落 立马喜笑颜开 亲切地抓住弗洛的双手 顺道搂过弗洛的肩膀 开心地说道 我们好久没见了吧 你长了个子了呢 弗洛看向雷奥尼紧握住他的手 心里也是一阵阵激动 亲子宴会上 雷奥尼终于不负弗洛期望 成功交到一个好朋友 他们共同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 两人说到天气冷的时候 迅露的鼻子会变得很红 雷奥尼好奇道 这是真的吗 弗洛疯狂地点头 一脸兴奋地说道 而且到了夏天 寄生虫就会从他的鼻子里破壳而出 雷奥尼听到最后一句 顿时将在原地 他感到了一阵的恶寒 愣愣道 看来你很了解迅露 弗洛越发地开心了 持续说出自己喜欢的事物 迅露特别地漂亮温讯 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 他们眼睛的颜色 看起来也会不一样 旁边的小朋友听到了新鲜的事物 都不由自主地围了上来 雷奥尼也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分给了大家 一旁在座位上品茶的公爵 看到了雷奥尼成功地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 不由地放下心来 他不希望雷奥尼 在一个喜欢玩乐的年纪里 有着和大人一样成熟的思想 随即公爵看着雷奥尼比同龄人矮小一头的个子 不由地越发忧愁 虽然这几个月给他吃了很多 但是个子还是好小 公爵自顾自地想到 丝毫没有注意到一面走来一个人 身边的骑士看到了来人 弯腰提醒公爵 公爵脸上并没有表情 先命令骑士退下 来人并不是别人 是兰德帕勒多斯侯爵 也正是卢谱的父亲 眼前的老人是真可怜 花甲般的年纪 每次在公爵面前 没有讨到半分的好处 反过来他还要对公爵毕恭毕敬的 一旁玩乐的雷奥尼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不由地皱眉思索到 他是谁 想说里有他吗 雷奥尼正疑惑着 背后的小男孩传出了声音 他是我爷爷 雷奥尼转身好奇地问道 你爷是谁 小男孩回答 他是帕勒多斯侯爵 听到答案的雷奥尼简直震惊了 根据小说中的记载 很久以前 大陆搜为中央和东南西北两个地区 而居于中央的国王 一直想把大陆统一 结果就是 他成功统一了除北部以外的其他地区 而北部地区 更是拥有着广阔的土地和属不尽的资源 这对于皇室来说是极致有诱惑力的 他们一直视为北部为眼中兵 但是北部有拥有一能的黑色猛兽 他的力量能够吞噬一切 而这场争复很快就结束了 令人惊讶的是 北部先提出了和解 而且北部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北部要拥有绝对的自治权 二是禁止皇室与布雷欧家族的人联姻 虽然帝国对这两个条件不是很满意 可他们别无选择 不过在建国时 皇室也向北部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北部要接受皇家这边一个贵族 而那个贵族 就是眼前的这个帕勒多斯侯爵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吞噬北部 真不愧是北部猛兽的女儿 面对可爱温顺的迅鹿 雷奥妮一边惊奇的抚摸着迅鹿 认真的问主连 迅鹿的肉可以吃吗 克拉塔子爵有一脸的心味变成满脸的黑线 不知道做何回答 之后就是时刻守护在雷奥妮身边 以防万一 雷奥妮真的把迅鹿先回家给烤着吃了 玩过的雷奥妮飞快的跑到公爵怀里 公爵凑近雷奥妮 闻到了迅鹿的味道 雷奥妮乖小的嘴道 那是因为秃秃 总是在我脸上闻来闻去的 接着又惊喜的对着公爵说 突退的肌肉特别棒 肌肉特别的发达 公爵皱眉 一脸无赖的说 你就不能从干唇的视角去看他吗 雷奥妮亮出自己的小爪子 伴着嘴脸说道 我还问他 迅鹿能不能吃了 这可不干唇吧 雷奥妮想起克拉塔子 觉得自己丢弄后 纷步不离的手在自己身边 雷奥妮不由的笑得越发大声 公爵简直是拿他没办法 强制他道 你回家之后给我读两本头话书 然后写出读后果 这个当然遭到了雷奥妮强烈的抵制 不过反对无效 见状 雷奥妮只好扯开话题 我交到朋友了 是弗洛姆斯克拉塔 公爵回道 是克拉塔子爵小姐 那孩子很善良 我刚才看过了 还很精明能干 雷奥妮认可的点头 确实不错 一旁的帕勒多斯侯爵不由的上前询问道 我家的孙子怎么样 雷奥妮盯着露出蓝色大眼睛的小男孩 不由的心里嘀咕道 这又不是选朋友 但是看向眼泥闪闪发光的小男孩 不由的说道 他很善良 很好 这样成熟的语气 他勒多斯侯爵不由的笑道 小姐 你的语气像个有点年纪的夫人呢 她本是21世纪的现代人 另外穿成了一个7岁的小孩子 还成为想说里男主的养女 也许是因为她来到了这个世界 导致很多的事情都偏离了原来的诡计 而随着新人物的出现 雷奥妮越来越不明白 从原主的角度出发 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时点 原主中怕诺多斯侯爵会在某个重要事件中出场 他是布雷奥公爵名副其实的情报网 时常担任为布雷奥公爵提供重要线索的情报 换一句话说 他今天在这里和公爵会面 将来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由于原主中的布雷奥公爵是个最强的小眼猫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现在因为他的出现 公爵变得和原主中很不一样 这人的雷奥妮非常的担心 此时的雷奥妮非常想知道他们之前聊了什么 雷奥妮乖巧的趴在公爵肩膀上问 爸爸 你和那个爷很熟 雷奥妮话还没说完 公爵立刻回答 不 然而帕勒多斯侯爵却哈喊一笑说 我们很轻 随后 公爵不管身后的帕勒多斯侯爵笑成一朵花 他感到莫名的烦躁 黑脸问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没用的 雷奥妮大声回答说 才不是没用呢 雷奥妮竟然被公爵给打了 布雷奥公爵身为书中的男主 此刻的雷奥妮特别想知道他今年多大了 得到公爵今年27岁了 雷奥妮感到了不可思议 紧接着 雷奥妮的惊叫声响破了大厅 是你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 盘子都要端不吻了 雷奥妮使劲捏着公爵的下巴 左看右看 不确定道 真的吗 爸爸 你不会骗我的吧 公爵露出危险的眼神看着雷奥妮 怎么 你是觉得我比想象的老吗 公爵话音刚落 雷奥妮就又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他上下捏着公爵的脸 我还以为你30多了 还有你这哪是27的脸 你是受了多大的苦 长得这么着急 旁边的骑士一直虔诚的祈祷着 小姐 求求你 快别说了 现场唯一敢笑的就是怕乐多嘶吼绝了 公爵脸已经很黑了 雷奥妮还在猖狂的上蹲下跳 你是不是到了27岁以后 就没再往后数年纪了 事后 雷奥妮顶着一个大包 向着卡拉奶奶委屈的告状 卡拉管家注意到了雷奥妮头上的大包 心疼道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雷奥妮委屈道 爸爸 他打我 公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雷奥妮身后 冷酷道 你活该被打 我看你最近是有点跟鼻子上脸了 说完 公爵还是心疼了 把雷奥妮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腿上 轻柔的给他上药 看着伤到的雷奥妮 公爵心里顿时涌上来一阵阵的愧疚 这孩子这么小 哪有可打的地方 我居然真的打他了 雷奥妮开口无语道 你长得冷 又不是我的错 公爵把消毒棉凑进雷奥妮的鼻尖 你这是为了减轻我的罪恶感 吞一鼓了这一句吗 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 雷奥妮顿时愁眉苦远了 公爵歪倒在沙发上 雷奥妮开口道 我这样充满了童心不好吗 公爵回道 不要侮辱童心用在不好的地方 我看你是还想在头上加个包了吧 雷奥妮俏皮的说 哎呀呀呀 我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才那么说的 悠闲的下午茶时光 为了弥补尚无语言的果实 雷奥妮甜甜的对着公爵吹着彩虹屁 爸爸 你实在是太帅太洒了 我以为你三十多呢 当你老了该有多帅啊 我看你用帅气的脸就可以干掉魔物了 既然我长得像你 那我以后也会不会很洒 公爵看着一派胡言的雷奥妮 伸手喂给他一颗糖吃 雷奥妮咀嚼着糖果 突然爬起来 急切的问道 爸爸 那生我的人哪 公爵一时没跟上雷奥妮的脑回路 只听到雷奥妮小声的说 就是你的糖妹 我的生母 她是几岁离家出走的 文言公爵迅速做起来 思考雷奥妮所说的问题 公爵此刻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雷吉娜是十六岁离家出走的 雷奥妮今年七岁 那么等于雷吉娜是十八岁怀的印 雷奥妮打击的话语传来 爸爸 你不是说她的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吗 公爵此刻认清了现实 她不用再培养雷奥妮的童心了 因为童心对人生的一点帮助都没用 雷吉娜就是太过善良纯真了 她对人一点防备都没有 所以才导致了那样可怕的后果 公爵说道 我可不能接受你十八岁怀孕 雷吉娜这件事 妇女两人成功地被打击到了 雷奥妮又拿出了那本她最爱的书 人生不知道 她还是很震惊 她的生命居然那么年轻就怀孕了 是你温柔地提醒她 小姐 该去用餐了 雷奥妮走在去网餐厅的路上 心里暗暗发誓 非要挑个错处的话 那一定是那个不负责任生负的错 我见到她是一定把她的水龙头摘了 雷奥妮开心地跑到公爵面前 爸爸 你还好吗 你不累吗 公爵配合她道 我快累晕了 雷奥妮汹汹地说道 是谁让你这么累的 雷奥妮挥舞着拳头 我帮你揍她 而公爵看向雷奥妮的眼神简直要溺死人了 欣喜雷奥妮学习的公爵 重新给雷奥妮寻找了一个非常可靠的老师 雷奥妮不信任道 我才不要跟你有关系的女人给我当老师 公爵伸手为给雷奥妮一口饭说道 你不用担心这个 这个新来的李奥妮老师是阿尔代亚老师的妻子 所以完全排除了有女人喜欢公爵 暗地里加害雷奥妮的可能性 雷奥妮一脸无语的看着面前戏剧性的一幕 原来九居两帝的夫妻好不容易重逢了 结果阿尔代亚老师被妻子打得抱头鼠窜 雷奥妮更大了眼睛 为什么李奥妮老师的幸福这么火爆啊 之前她已经领受过梅雷奥卡的厉害了 听到茶杯破碎的声音 这个也不遑多让 雷奥妮不想再观看他们这场家庭内斗了 一边看起那种沉重的步子走出去 门外雷奥妮望着走过来的莱比佩 询问道 北部的李奥妮就是打架吗 明明是来教授他李奥的老师 战斗力挺不错的 莱比佩连忙摆手 虽然北部确实不拘泥于李杰 但是北部的人确实比较有精神 显然这套说辞 雷奥妮根本不信 莱比佩继续说道 不过 在北部里还是很重要的 阿尔代亚的妻子 伯斯格鲁尼在结婚前 可是社交圈的名人 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传闻 据说只要是他拿起的茶杯 就会有众多的贵族少爷为他倾倒 门内传来哐当当的响声 和阿尔代亚老师被打的呜呜声 雷奥妮此刻还是比较担心他家的茶杯 来到一世界一段时间的雷奥妮 竟然被人看穿了 他是个有着孩子外表的大人 前来拜见公爵的帕勒多斯侯爵 不知是巧合还是偶然 他先遇到了雷奥妮 雷奥妮戳穿插道 这里是三楼 爸爸在四楼 侯爵一老麦老道 哎哟 人老了 楼层都分不清了 请问您能为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子带路吗 雷奥妮想到好久没见到爸爸了 就走在前面给侯爵带路 雷奥妮回头看向这个心机不可测的老头 想到元术的内容 他勒多斯家族一直扮演着间谍的角色 嫌有人知道 他们很久以前就侍奉着布雷奥家族 为了显示自己是皇帝派 在人前他就要称布雷奥公爵为公爵 思想里他就称他为公爵大人 雷奥妮注意到了 侯爵手中提着的是软绵面奶油泡芙 身为吃货的本能 他的眼里顿时闪着光 侯爵询问道 你知道这个吗 雷奥妮傲娇的扭头 爸爸给我买过 侯爵笑道说 公爵大人很偷爱小姐呢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雷奥妮追嘴道 毕竟我是他的女儿嘛 侯爵忽然道 您就像是一个有着孩子外表的大人 雷奥妮丝毫不受他的影响 回对道 那侯爵你看起来就像个爷爷 侯爵接着道 我有三个孙子 我确实是爷爷 身后跟着的莱比配置赶到了分外的南傲 开门的是卢普 卢普疑惑道 小姐 你没上课吗 雷奥妮回道 他们在打架 凳子满天飞呢 而且博斯格老师用茶杯 好久把阿尔戴亚老师给压制住了 卢普叹气 他们最终还是打起来了 卢普抬头就看到他父亲来了 身为老父亲的侯爵心疼道 你怎么都瘦了 有好好吃饭吗 卢普叹气 我还是有时间吃饭的 公爵抱起了奥妮 顺时拿走了侯爵手上的奶油泡芙 侯爵看着给儿子准备的奶油泡芙 不知道什么时候手上已经空了 等到公爵走远 侯爵本性毕露 卢普 她是她的亲生女儿嘛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侯爵一眼就看穿了雷奥妮的身世 侯爵对着卢普询问道 她是她的女儿嘛 对于雷奥妮的身世 越少人知道越好 即使是自己的父亲 卢普他人自若地摆摆手 我不知道 公爵大人的私生活不在我的范围内 侯爵瞪大他的眼睛 更加确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随即笑道 你还真是像我 像我一样擅长说谎 侯爵走到沙发棚就下 看着正在倒水的卢普 随即开口道 她是那个已经死去的 龙系出生的女儿吧 卢普正中了 没想到让夫行真的猜对了 侯爵端起茶杯微微一笑 他为了爱和顾名身份的 罗浪骑士私奔 北部很赏心 可他们逃走的那天 北部近下起了大暴雨 马车打翻在泛滥的雨水中 直到最后大家都没能找到他们的尸子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年了 倘若他们二人逃跑成功的话 十年间足够他们生一个孩子 侯爵瞥了一眼正惊威作的卢普 似有似无地询问道 你不知道吗 卢普尴尬的只能硬着头皮回答 其实公爵也不知道 卢普这般推诿的话被侯爵给当真了 侯爵看着茶杯中的倒影继续说 也是 毕竟公爵很讨厌雷吉娜小姐 知道些许内情的卢普 面对父亲这般肚定 有些无语 公爵并不讨厌她 她的思想如花海当灰黄灿烂 相反 父亲是为数不多讨厌雷吉娜的人之一 事情既然这样也罢 对外宣称她是公爵的亲生女儿 或许更对她有利 那是当然 公爵推开大门走进来 没想到强大的布雷欧公爵 暗地里也会遭人陷害 那么公爵会怎样对付她呢 多斯侯爵把她带来的箱子打开 里面掉落出了三个动物形象的宝石棋子 公爵捏住其中一个宝石 语气冰冷道 好想把他们砸碎 红爵补充道 这颗棋子的价格和一个宅底一样 强大的布雷欧公爵 怎么会在乎一个宅底的价格 好奇道 我们北部最多的就是宝石了 多斯侯爵不置可否 认可道 准确来说 只有布雷欧公爵家有很多宝石 多斯侯爵继续道 非法魔物交易里有三个家族 三个家族分别是塔国尼斯家族 雷雷奥卡家族和格利斯家族 他们共同属于皇帝派 塔国尼斯家族是主谋 其他两个家族是帮手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把非法捕获的魔物送往首都 他们这么做大概是冲着皇后殿下和皇后殿下的娘家被司令去的 公爵冰冷道 搞不好连北部都要被他们陷害 祖父三人不约而同道 真是让人生殿 过去的三年间 东西北部的高位贵族都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前往首都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压制住即将上位的皇太子的坠脾气 而剩下两个孩子的皇太妃上在人世 可皇太子非要立他的情妇为皇后 所有人都对这件事不满时 竟然还有蠢货支持他 塔国努斯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现实里 公爵露出魔兽的獠牙 邪魅的笑道 真是让人感到羞耻的三年呢 为了那么点事 居然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现在想想都觉得无语 今天是雷奥妮跟着公爵学习 如何使用魔兽的獠牙 雷奥妮看着镜子中说好发型的自己 甜甜道 谢谢你 康妮 雷奥妮回想起那天和公爵在餐厅的对话 公爵提议雷奥妮可以学习使用獠牙了 顺便可以锻炼一下体力 雷奥妮苦着脸 我不想过锻炼 公爵与重心强道 你将来是要继承爵位的 现在必须锻炼起来 爸爸 你真的要让我成为继承人吗 公爵回道 在雷奥妮的时候就想到了真点 雷奥妮震惊了 继承人这么大的事情 爸爸 你的人生也太随便了 公爵看着雷奥妮回道 如果你实在不想继承爵位的话 到时候我再考虑一下 毕竟我和人心 还有可能会再结婚 但不管怎样 你都是不雷奥公爵家的第一继承人 这一点始终不变 不得不说 结婚这一点公爵好挺接地气的 雷奥妮开心雀悦的走在路上 梅里斯问道 小姐 你很开心吗 雷奥妮开心地回道 爸爸说 她要亲自教我使用魔兽的瑶牙 雷奥妮抬头就看到了身姿挺娃的公爵 雷奥妮发赞道 我爸爸真帅 梅里斯认可道 这是公愿的事实 雷奥妮像极了八卦的样子 那姐姐也喜欢爸爸吗 梅里斯却说 我很尊敬她 雷奥妮又丢给梅里斯一个重磅问题 你想和她结婚吗 毕竟公爵是真的帅气有多精 权位还高 梅里斯想也不想地果断回道 不 真爱生命 人人有责 雷奥妮开心地跑到公爵怀里 两人像往常无恙货对 爸爸 你最近很忙吗 公爵回道 嗯 很忙 但是你看起来过得很舒服 公爵抱着脸有些重的雷奥妮问道 你是不是胖了 雷奥妮回道 你还不如问我是不是长个了呢 公爵回道 这不都一样吗 雷奥妮怒道 我发现你专跳不好听地说 公爵故作伤心道 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忙于工作的爸爸说话吗 雷奥妮也担心长时间工作的爸爸身体 那你有好好睡觉吗 我们做完训练一起睡午觉啊 公爵抱着雷奥妮朝着训练场中心走去 你睡觉那么差 我怕你踢我 雷奥妮怒对道 我睡觉多老实啊 唐妮可说过我像一只动物的幼崽呢 为了动弄雷奥妮 公爵故意拉长声音道 奔 动物的枣子 雷奥妮挣扎着要从公爵身上下去 你不要乱赶 为什么总在后面说一些扫兴的话 雷奥妮张摇舞找到 你不就是多金 长得帅 肌肉发达和绝位高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于雷奥妮变相的夸赞 公爵非常的认可 雷奥妮健壮 觉得语言攻击根本对公爵没用 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插着腰故意提高声音说 虽然你很了不起 但因为你是我爸爸 所以我要让着你 公爵无所谓的道 感谢你为了这些外在因素让着我 雷奥妮露出邪笑 嘿嘿道 既然你这么感谢我 那就立个遗嘱 把所有的财场留给你唯一的女儿雷奥妮吧 包括全部的爵位 公爵看着雷奥妮邪笑的样子 倒戏一口凉气 搞不好要被女儿暗杀了 雷奥妮跟在公爵后面四处看了下 往常有很多训练的骑士 今天一个人也没有 公爵回道 今天就我们两个人 雷奥妮捂着小嘴 一脸幸福的样子 爸爸 你这是为了我包场了吗 雷奥妮一脸心动的看着公爵 爸爸竟然为了他包场了 公爵一脸的黑线 女儿 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 看着雷奥妮一脸的名的样 公爵则是一脸的平线 索性不管雷奥妮 拿起一根木棍在地生化一个圈 代表这是猛盛的獠牙 公爵潮的话可遭到了雷奥妮的吐槽 果然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原来公爵也不是外籍的 公爵不耍道 你再说就画在你脸上 雷奥妮立马撒娇道 所以这个獠牙怎么了 公爵简直对雷奥妮的撒娇一点抵抗力也没有 可恶 公爵继续对雷奥妮普及家族的传承 在我们家族被称为布雷奥之前 猛兽的獠牙就已经在传承了 最早关于獠牙的剑 也只是说北部有意识拥有这种力量的大了 气场可以强化身体的武器 灵力则可以并然自然元素为魔法 雷奥妮看着公爵在元素面画出的一片一打 代表着气场和灵力 雷奥妮看着这个初期的画风 稳着孝子赏颜 决定还是少说话 公爵继续说 想必你已经体验过这种能力了 雷奥妮在孤儿院时 一直冲当着保护者的角色 想必一定会大人发生过冲突 本可能在无意识中 已经在孤儿院里使用过了 沉睡着的獠牙 不止守护你的身体生命 雷奥妮正愣了一下 没想到她和爸爸在不认识之前 还有这种人系 随即开心的笑道 那么守护我的就是雷奥了 公爵目光温柔的看着雷奥妮 用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雷奥妮只是愉愉的傻笑着 公爵亲自教导雷奥妮如何使用 网兽的獠牙 随即先做个事 放给雷奥妮 公爵使用网兽的獠牙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手中的棍子也被她轻松的折断 化作钢铁一样红紧的插进地里 雷奥妮看到地上一个大窟窿 和插进地里的棍子 毫不夸张地冲锋冲绝的小姨妹 大声喊叫着 哇 好厉害啊 战员面前掌握的公爵一眼的傲娇 没错 是我做的 果然 算不太优秀了 雷奥妮参作在地上 表演了云语在雷奥妮奖下绽放的火花 雷奥妮不豪不解能弄让 爸爸 好帅 随即雷奥妮又停电了影响 不推心道 可是 我能够到吗 爸爸这么训练 可我不会 公爵朝着雷奥妮身体身 二位道 无论是谁 都有第一次 安心我会抓紧的 所以我不要记忆 雷奥妮搭上公爵的手 重拾信心 那我要做什么了 我要从什么开始 公爵道 当时脸床跑三圈 若想使用猛兽的雷奥妮 一定要有足够的体力 此时的雷奥妮远的狼狈药 大口大口的宠气 大口 你的女儿我要死 公爵在后面不当道 这种重度的训练是不会死 雷奥妮在一旁组的昏天暗地 公爵道 雷奥妮的副作用很大 雷奥妮擦着汗水 特级的问道 副作用 这个能力不是非常强吗 公爵细续的副作用 头痛和对好 以及肌肉痛伴随着身体不适 听完雷奥妮原地呆住了 难道猛兽的獠牙是什么药吗 跟一般的药物说明很像啊 关于女儿太早熟了怎么办 公爵内心挣扎了半天 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问出口 奥妮 你为什么要对书中的男主人公 想要那样处罚 深厚的是你一脸的汗颜 觉得他们的小姐真的好猛 不是一般的小孩子 雷奥妮对此不以为意 你说这个 无论跟我说 他读了天使与猎人这本书 书中写道 猎人趁天使洗澡 偷走了天使的衣服 还娶她为妻 后来天使找回了自己的衣服 然后带着孩子回到了天上 但是弗洛居然觉得猎人可怜 猎人他完全就是一个最棒了 这种畸形的恋爱就应该杜绝掉 可不能影响 不够又小而单纯的心灵 公爵道 这件事你做的对 但是惩罚有很多 你不能在信中写这个图法啊 你这都是跟数学的 雷奥妮十分无语 他又不是真正的小孩子 只能把这个推在孤外院身上 公爵的脸立马阴沉下来 看来他要预约见一下客人了 奥妮都被他们教坏了 公爵继续道 过几天家里要来客人了 客人 是红爵爷爷吗 公爵不爽极了 那个老头子哪能称得上是客人 你还是骂人吧 雷奥妮太言 哪有这样教育女儿的 居然还有让女儿骂人的爸爸 公爵正说道 是爸爸的朋友要来 雷奥妮扑思的笑出声 脸上换上醋侠的笑 爸爸 你哪有朋友啊 突然 雷奥妮又想起了想说的内容 公爵确实有一个好友 是李内伯爵吗 此时 远在义方的李内伯爵 意外的从妻子这里得知了 公爵领养了一个孩子 李内伯爵受到了万分的打击 为什么他一点也没得到这个消息 妻子疑惑道 原来你不知道啊 这个在京圈里已经传遍了 公爵大人领养了一个孤儿 有传闻说是公爵的私生女 公爵大人为了很多功夫才找到他 还将他的名字写进了祖府 李内伯爵便流泪伤心道 嘿奥他为什么没告诉我呢 还不知道即将大难临头的雷奥妮 穿着可爱的蓬蓬裙 双手背在身后 俏皮的说道 爸爸 怎么了 公爵黑着一张脸 眉头紧索 终会是自己的女儿 再忍忍吧 公爵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雷奥妮不雷哦 虽然我早已放弃为你找回童心 但不代表你可以毁灭其他孩子的童心啊 见状雷奥妮大声的狡辩着 什么 我才没有 看到雷奥妮还不知回答 公爵叉叉她道 她已经读了你给弗洛写的那封信 雷奥妮瞬间变了脸色 患上了不耻的表情 真是的 没想到她是这种人 大人都不知道要保护好孩子的严肆吗 此时的科拉塔子爵 在她的心里眼望是个会勾范豪子命运的父亲 看着顽固不化的雷奥妮 公爵在雷奥妮头上重重的敲了一下 雷奥妮赤痛捂住头大叫着 我又怎么了 公爵回道 你把手放在胸前 自己好好反思 雷奥妮捂住头 又眼神控诉着对公爵的不满 雷奥妮瞪着大眼 委屈道 虽然我没有删减情节 可我已经美化我的语言了 公爵心疼的揉了揉雷奥妮的额头 是指你用茶杯血打人那句话吗 我只是把我学习的内容写在了信上 再说了 血点防身术不原很好吗 对此 公爵摆出了父亲的威严 适当的教育着 你跟着老师学习理就好 学这些做什么呢 你用网兽的獠牙就够了 以后别人欺负你 你要把他们全部干掉 雷奥妮别扭的挠挠头 心里不服气 但也不能上去挑衅 反正我以后会注意的 公爵抱着雷奥妮走到门口 忽然愣住 觉得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可娃跑子爵并没有读信 是福洛小姐收到你的心态开心了 读给子爵听的 原来如此 听完原有的经过 子爵在雷奥妮这里愁获信赖 感觉每分都要被公爵的帅气所吸引 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更硬 趁着他俊朗不凡 静默时寒冷若冰 只随意坐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不可公式的存在感 公爵认真叶读手中的文件 拜托你 还要继续延迟卡伯努斯商团的交货日 此时的子爵面对公爵莫名的神游了 想起那天的事情 雷奥妮送给福洛一封信和草莓糖果 红洛手心口的糖果 大大的称赞着 哇 据说现在只有布雷奥公爵家才有这种糖 红洛满航期待的打开献剑 果然与日的内容没有让人失望 还真是个情侣子 克拉塔子爵见到一脸开心的福洛 看来和别人生气的很好 身为老父亲的克拉塔子爵 也替女儿感到高兴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给爸爸讲讲他在信里说了什么吗 听到福洛手中信件的内容 克拉塔自知一头飞线 内心也无以平复 只觉得这封信要不要告诉公爵 现实里 此爵并无任何反驳 我知道 公爵目光直射克拉塔子爵 你怎么多不问问我 让你做这种不像话的事 我的确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 不过我想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打算 公爵摘下眼镜 此爵你过奖了 奥尼在克拉塔小姐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此爵恭敬道 我家孩子才是 他本来是个小心谨慎的孩子 自从和小姐变熟 他活泼开朗了很多 说起孩子 此爵就忍不住越说越多 提起关于信件的事 此爵自知说漏嘴 连忙捂住了嘴巴 要怎么说呢 应该说他成熟还是水泽高呢 公爵审视的目光传来 他在信中说了什么 今天是公爵大人好友来访的日子 雷奥尼穿着黑白相见的礼服 犹如星辰一样耀眼 圣女们看着雷奥尼发出赞美的声音 而雷奥尼却是一脸的不爽 这时 圣女们请求雷奥尼原地转一圈看看 无奈的雷奥尼只好携着礼服转了一圈 几名圣女瞬间化身小迷妹 随后 雷奥尼一脸不爽地提着礼服 哒哒哒地走向看热闹的公爵 公爵看着朝自己走来的雷奥尼说 看来你被他们带去了换装游戏了 雷奥尼表示 康尼和其他圣女姐姐非常热情地为我装扮了一番 衣服很奇怪呢 听到雷奥尼的话 公爵摇了摇头 不 很适合你 可雷奥尼却表示自己很不喜欢 公爵宠溺地亲了下雷奥尼的脸颊 你偶尔穿成这样也挺好的 这时 雷奥尼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着公爵说 对了 圣女姐姐们叫我不要输 公爵一脸疑惑 他们是说不要输给里内伯爵的女儿吗 雷奥尼尼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与此同时 满是银装塑裹的街道上 一样马车正在缓缓行驶 正是要去参观公爵家的里内伯爵一家 此时马车内的里内伯爵心情十分低落 因为他最要好的朋友 佩里奥公爵连叔娘养女那么大的事情 都没有告诉自己 这时 里内伯爵的长女 无非克拉望向出神的伯爵 爸爸 我们什么时候到公爵大人家 伯爵夫人见状安慰道 你乖乖做好 我们马上就到了 你再等一会 无非克拉听着母亲的话 还是难掩心中的兴奋 我还是第一次来北部呢 侯爵夫人也表示自己也是第一次来北部呢 随后 无非克拉又询问里内伯爵 爸爸来过吗 见自己的爸爸一直不理会自己 无非克拉正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很是难过 这时 侯爵夫人安慰道 爸爸在想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打扰他 侯爵夫人看着一直正正出神的丈夫 喊了他一声 老公 你想什么想得那么认真 回过神来的里内伯爵 唉声叹气的说 没什么 我总感觉自己对他背叛 听着丈夫满是抱怨的话 伯爵夫人安慰道 是不是很可笑 毕竟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那么好 你会这么想很正常 而里内伯爵却说 是吗 我觉得我心胸太狭窄了 听到丈夫如此自贬的话 侯爵夫人把手轻轻搭在里内伯爵的手上 不是的 公爵大人一顿会全部都告诉你的 你们两个人是最亲的人 你们的关系是不会因为这一点委屈而改变的 感受到妻子手中的温度 里内伯爵轻轻的恩了一声 虽说在妻子的安慰下 里内伯爵心情好多了 然而下一条 刚刚来到公爵府的里内伯爵却去嚎啕大哭 作为北部猛兽布雷欧公爵唯一的养女 雷奥妮竟然被一个小女孩给占了便宜 就在刚刚出门迎接里内伯爵的公爵 就看到里内伯爵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不知所措的公爵满脸黑线 雷奥妮也是满头的问号 爸爸 那个疯子 不 你可没告诉我他是个怪叔叔 看到里内伯爵痛哭的模样让公爵也本是头疼 这时 作为里内伯爵的长女 乌菲克拉对着公爵做着自我介绍 布雷欧公爵大人 我叫乌菲克拉里内 非常感谢您能邀请我们来布雷欧公爵家 这几天就麻烦你们了 公爵也绅士般的弯下腰 路途遥远 真是辛苦你了 小姐 雷奥妮见状露出一个挑衅的微笑 哎呦 你学的不错吗 听到雷奥妮那挑衅的话 乌菲克拉目光也朝雷奥妮走去 两人的眼神顿时传出阵阵火花 乌菲克拉表示 你真的是公爵大人的女儿吗 雷奥妮嘴角微微上扬 是啊 怎么了 然而此时 乌菲克拉一拍自己的小胸脯 大声的说 等我长大了 我要和公爵大人结婚 乌菲克拉慷慨激昂的话 让雷奥妮一头雾水 不禁想起之前公爵对自己说的话 李内伯绝佳的长女 非常喜欢你爸爸我 所以你不要说给他 这句话也让雷奥妮灵光溢傻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然而就在雷奥妮沉思时 乌菲克拉的一句话 砸在雷奥妮头上 那我将来就是你的妈妈 你要好好表现 那要我就做你的妈妈 只见乌菲克拉一副 自信满满的模样 小女孩自信满满的 想要嫁给公爵 还要当雷奥妮的妈妈 当众人听到这句话时 顿时我雷轰底 愣在原地 雷奥妮看着自信满满的乌菲克拉 他愤怒的紧握拳头 就要爆出粗口 察觉不对的公爵 急忙捂住雷奥妮的嘴 公爵看着怒火冲天的雷奥妮安慰道 他们从大老远过来 一定很累 说完急忙让市里把领内伯爵入家 带去客房休息 晚上 公爵府内 雷奥妮看着正在给自己换衣服的市里说 他好像被骂得很死 果不其然 另一边 伯爵夫人正在训斥口无遮拦的乌菲克拉 一旁的市里见状 安神叹气道 确实非同一般 此时 雷奥妮心情很是复杂 这本应该是他与恩人的初次见面 没想到好好的欢迎一世 变成了一场闹剧 他之所以能遇到公爵 都是脱了李内伯爵的福 若不是他对孩子的爱感化了公爵 自己现在还过着被虐待的生活 原著中 李内伯爵很帅 不仅珍惜并爱他的家人 还是公爵的得力助手 可他现在居然是一个 一见到朋友这嚎啕大哭且没有分寸的人 这时 雷奥妮灵光一声 不由得惊呼出声 难道他喜欢爸爸 一旁的市里听到雷奥妮这句话很是无语 小姐 拜托您不要总是直往那方面想 感受到是您那不信任的眼神 雷奥妮一正言辞的说 可是这个情况就这样啊 就是因为爸爸太帅了 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男人 听到雷奥妮的话 是与大声反驳道 才不是那样的 没想到 一向冷酷无情的布雷欧公爵 在夸赞自己女儿时 竟然也会向公爵看着低声抽叶的李内伯爵道 你要知道 你真的娶了一个好老婆 但看到李内伯爵准是在那吻去抽气 公爵很是头疼 自己居然把他当朋友 见李内伯爵一直不说话 公爵转头看向伯爵夫人询问道 孩子们在做什么呢 我看他们有点不开心了 听到公爵话语内的关心 伯爵夫人歉一道 都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 她居然敢对小姐如此无礼 公爵满不在乎的摆摆手 她还想 这时 伯爵夫人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安生叹气的解释 最近无非在看一本童话书 书中有一个继母的角色 她可能就是看得太投入了 她很喜欢那本女主被继母欺负的童话书 然后她就误以为继母就是一种欺负女主的存在 我想她之所以会那么说 只是想表达自己不会那么做 公爵大人听到一个六岁的小女孩 在读了童话书之后 居然理解了继母的同意 还会用这个词 知道和自己结婚后 就会成为奥利的继母 不由地夸赞道 她很聪明 但是没有奥利聪明 我只夫人碰个微笑中夸赞自己女儿的公爵 她感到不可思议 没想到一向冷酷无情的公爵 竟然在笑 她不由地回想起第一次见公爵的时候 那时的公爵相比于她帅气的面貌 她最先感受到的是一点压迫感 然而此时的公爵 自己竟然一点也不怕她 她应该是被她的女儿打发了吧 这时 李内伯爵打断了正在沉思的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一边帮李内伯爵她的眼泪 一边说 你不完了 李内伯爵反受到妻子的关心 表示自己只是有点失望 公爵满不在意的说 多大点事就失望了 李内伯爵委屈的大吼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和什么人做这种事的 听到好朋友的质问 公爵陷入了沉思 自己是不是应该把奥妮的身世告诉她 别看她这样 其实她的嘴很严 是个值得幸运的人 但转念一想 就算是这样 自己也得先问问奥妮的意见 就在公爵沉思时 李内伯爵斥责道 我真没想到 你是一个这么没有责任心的人 这句话让公爵满脸黑线 自己也没想到 特知不觉间 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 但转念一想 自己确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因为 每当自己见到奥妮的时候 自己都能感受到成正的负罪感 当初只要自己下阵决心去找 自己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她 自己本来可以马上将她从地域中解救出来 如果自己能再多关心雷吉那一点 雷奥妮也不会经营那么痛苦的事情 自己早点去找她就好了 沉思过后 公爵难逼矣 我应该那么做的啊 作为北部蒙兽的布雷欧公爵 一向以冷酷无情为名 但在领养了雷奥妮 成为一名父亲后 竟变了威恩无比 与内伯爵看着自己的好朋友 不由得感慨万千 自己到现在都记得 如飞克拉出生的那天 自己小心翼翼走向亲 询问她能不能抱抱自己的女儿 刚开始的自己是一个不熟练 还很笨拙的爸爸 不过 这也是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幸福 相反 佩里奥是个很强 又很高的朋友 自己希望她也能感受到这种幸福 因此 自己来分绝腐蚀 看到佩里奥抱着雷奥妮的温馨画面 自己留下了恋属 与其说自己是因为她没有提前告诉自己这件事而伤心 但不如说 自己身边看到她成为一个父亲而贪心 想到此处 里面张了张嘴 开口道 郭永远工作得这么好 真是太好了 听到你的消息后 我一直都很担心 得见到你之后 我就放心了 真是太好了 佩里奥 伯爵夫人也一台附和道 雷奥与小姐 想得跟公爵大人很像呢 二位姜凡的样子别人有多亲切 我们旁人特来都很欣慰 尤其是小姐因为在公爵大人怀疑的样子 怎么看都像是关系很小的刺意 听到好朋友跟他妻子的夸张 佩里奥也十分满足 整个人都散发着这样的魅力 看到佩里奥如此大的改变 李内伯爵夫妇也都很是开心 那消除了自己的担心后 李内伯爵画风一转 所以你为什么找我来 听到李内的询问 佩里奥眼神也冷冽下来 浑身散发着杀气 那只臭鸟在西部投放了寄生虫 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 李内眼神也冷了下来 我说呢 最近因为物流仓库的问题 总是有人和我们商团起争执 我正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来着 你是说在北部和西部交界处的那个物流仓库吗 是的 他是一个叫西里库斯的男爵 是会似佩里侯爵领地的人 他将一个位置偏僻的区域 整个租界下来 而且保安工作做得特别夸张 他雇佣的佣兵都不是做仓库管理职位的 他甚至还想要管理周边其他区域 佩里奥眼神散发着淡淡的杀气 既然你说这是个问题 看来并没有人制止他这么做 佩里奥的话让李内一正 他不解地说 物流仓库的管理是西部的主人 惠斯佩里侯爵负责的 照理来说 惠斯佩里侯爵应该马上投入调查 这时 侯爵夫人呛咪咪咪地说 会不会是西里库斯男爵在报告书上做了手脚呢 就算是这样 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察觉到妻子的怀疑 李内坚定地回答 不 男爵没有能力做那种事 这句话让伯爵夫人一惊 也就是说有人帮他 是哪个小子 李内努了努嘴 亲爱的 不是我 此时 佩里奥的声音传来 很明显 他既是男爵 就一定是空有名号 根本就没有定 他应该是被某个人收买了 以领地为条件 帮他做事 您说的对 我听说男爵前不久请假去了南部 皇妃的娘家奥洛尔家就在南部 总的来说就是会斯佩里知道所有的事 并且默认了这件事 伯爵夫人不确定地补充道 应该是为了他的皇后女儿吧 李内也点点头 或许是吧 这时 佩里奥的声音传来 遗憾的是 老虎现在已经身处绝地了 这句话让李内夫妇一愣 就听佩里奥继续说 只要是皇帝还把皇后留在身边 侯爵就什么也做不了 不愧是北部猛兽的女儿 就连道歉都那么的与众不同 早晨 雷奥尼对着伯爵夫人行着最标准的礼仪 请问昨晚您睡得可好 伯爵夫人碰着如此标准的礼仪 不由惊呼出声 别忙夸赞雷奥尼的姿势太标准 听到伯爵夫人的夸赞 雷奥鲁满脸温笑地说 我的李老师是伯斯格鲁尼伯爵 伯爵夫人自然也知道对方的大名 他在社交界很出名 还有传闻说 只要他拿起茶杯 就有很多费族公主拜倒在他的裙下 他的事在手中也很出名 雷奥尼听到自己的李老师那么出名 虽然嘴上微笑地说 我想李内夫人一定也是那样 可心里去一阵抓狂 看来他真的用茶杯放掉过人 就没有人不知道那个传闻 雷奥尼看着伯爵夫人心想 虽然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他训斥老公和孩子的样子 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 但是雅兵贝尔李内伯爵夫人 应该是一个温和的人 而且他会让我想起科尼尔老师 所以让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 这时 乌菲克拉跟弟弟打着哈欠 嘎嘎嘎地走向伯爵夫人 雷奥尼看着走来的姐弟二人 出于礼貌 雷奥尼向着弟弟打着招呼 你好 突如其来的招呼 把弟弟吓得一惊 连忙跑到伯爵夫人的怀里蹭了蹭 还想争信地露出一只小手 表示自己也打过招呼 可此时的乌菲克拉 本身透露着不开心 雷奥尼看着陷了气的乌菲克拉 脸上露出一抹坏象 虽然乌菲克拉做得不对 但雷奥尼毕竟是穿越来的 心智上也不是小孩子 他快步上前 把手搭在乌菲克拉的肩膀上 大声地说 喂 我也有件事要向你道歉 雷奥尼看着眼前的乌菲克拉 虽然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不怎么好 但不管怎么 他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子 问精神年龄我就比他大很多 就算除去这一点 怎么看我都是姐姐 众人看到雷奥尼跟乌菲克拉那温馨的画面 也很是高兴 乌菲克拉看着雷奥尼一脸猛逼 不明白雷奥尼为什么要跟自己道歉 就在他不解释 只见雷奥尼说 因为我差点就骂你了 我想骂你是不是疯来着 雷奥尼看着一脸发懵的 乌菲克拉诚恳地道歉 因为我差点就骂你了 我想骂你是不是疯了来着 乌菲克拉大声地反驳道 这哪是道歉 这可是坏话呀 雷奥尼满不在乎的怂怂见 所以我这不是在道歉吗 我看你可怜就在跟你说一句 你可不要以为当后妈有那么容易 你以为结婚了就可以当后妈吗 才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现实是残酷的 这句话顿时把乌菲克拉吓住 你和我爸爸可是差了二十多岁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乌菲克拉捂着小嘴摇了摇头 雷奥尼继续恐吓道 如果你和我爸爸结婚了 我爸爸就会成为天下最变态的 天哪 你们差了二十多岁 这是要气死谁啊 一旁的伯爵夫人听到雷奥尼的话 愣在了园里 乌菲克拉的弟弟懵懂得理解着疯了鼻子 侍女康妮羞愧得低下头 小姐 您现在说的话就够气人了 乌菲克拉大声反驳道 我可以用艾克福年龄的察觉 雷奥尼质问他 谁告诉你 乌菲克拉小声嘀咕 红 红话书 雷奥尼叹气道 就应该让爸爸听到这句话 一旁的乌菲克拉一愣 什么意思 雷奥尼目不转睛地看着乌菲克拉 里内家族的富裕程度 仅次于两大公爵家族和四大侯爵家族 而他不仅是里内家的继承人 他还是爸爸唯一朋友的宝贝名 想到此处 雷奥尼露出一抹鬼笑 乌菲克拉 你过来 姐姐教你一样好东西 没想到 看似哭哭啼啼的里内伯爵 竟然在剑术上跟佩里奥不相上想 伴闻国里奥斯帝国分为五个区域 以皇室与首都所在的区域为中心 东部拥有着抑郁风情 西部拥有着绿色的森林湖水 是个美丽的地方 南部则紧邻着一望无际的海 最后是冰雪之都 常年积雪的被 其中西部被人称为习武之人的圣体 还有 帝国仅有的三个骑士团中的一个 就隶属于贵斯佩里伯爵家 佩里奥看着走来的雷奥尼 你们有好好相处吗 雷奥尼得意地举着大拇指 必须的 我们结为一姐弟了 佩里奥一愣 你是怎么做到的 雷奥尼大声地说 我告诉了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佩里奥转头对着伯爵夫人道 真的很道歉 伯爵夫人 这让雷奥尼不挤 爸爸为什么要道歉 这时 乌菲克拉捂着自己的小胸 奥尼姐姐说 初恋是痛苦 只有疼过 才能成为大人 所以我决定放弃公爵大人 这是我为了所有人而做出的决定 佩里奥满头飞鞋 感谢你的关照 伯爵夫人也很事无疑 只有雷奥尼伸出大拇指朝着乌菲克拉捂 就在此时 雷奥尼注意到满面春风的里内朝着众人体 还好你被甩了 那个大叔不在 佩里奥看着里内尴尬地摸了摸了奥尼的嘴 玩笑过后 佩里奥向着雷奥尼和乌菲克拉捷说 那么 今天将由伯爵夫人教你们学习见识 雷奥尼一惑着问 那爸爸呢 里内搂着佩里奥的肩膀 请问你能把公爵大人借给我吗 雷奥尼露出一母邪性 为什么 佩里奥黑着脸说 你快去训练 雷奥尼看着两人感觉很是古怪 伯爵夫人问你 您是指什么 雷奥尼说 我爸爸周围男人太多了 伯爵夫人一阵害你 其实我在恋爱的时候 也怀疑过他们两次 雷奥尼露出一副果不其然的表情 接下来 伯爵夫人开始教几人见识 她先是给几人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家事 然后便叫几人适当地反复练习 就在雷奥尼三人做着训练时 突然听见一阵打斗声 雷奥尼很是疑惑 伯爵夫人解释说 他们应该是在进行对练 雷奥尼不解的问 谁啊 公爵大人和我老公 佩里奥有多重雷奥尼 只因里内多说了几句雷奥尼的坏话 佩里奥尼直接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雷奥尼三人看着这么强的里内 固有的张大了小嘴很是吃惊 伯爵夫人看到里内跟佩里奥对练的场景很是感慨 真是难得一见的对练啊 别看我老公那样 他曾经在西部是数一数二的骑士 壁旁的乌菲克拉姐弟卖力的给里内加油助威 雷奥尼转头询问伯爵夫人 他以前是骑士吗 虽然他现在不是了 但是在我们结婚之前 他是隶属于西部雷布欧骑士团的骑士 他很有天赛 甚至还达到了剑术大师的境界 如果只看剑术实力的话 他跟公爵大人不相上去 这些话让雷奥尼争大的双眼 实在是难以相信里面那么紧 不过在猛兽的獠牙面前 这只是雕虫小鸡蛋 这让雷奥尼一变 哦好 看来还是自己的爸爸更巧 于是雷奥尼急忙喊了一声 爸爸 干得好 撕毁了 雷奥尼的话让激战的双方瞬间实话 什么情况 里内汉颜 你都教你女儿些什么了 佩里奥变解了 不是我教的 从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就已经很变态 你在说你女儿是变态吗 虽然她很变态 可我并没有因此骂我 她可是你的女儿 你说话可不能这么随便 我看你得找个时间 好好学学教育孩子的方法 里内的话顿时让佩里奥眼神冷了下来 说爸便朝着里内冲去 突如其来的攻击让里内一紧 她急忙出剑阁挡 我就唠叨了你几句 你这攻势也变得太猛了 所以你给我闭嘴 与此同时 雷奥尼拍着自己的小兄弟 不是这样 爸爸 你得全面攻击 下半身也要攻击啊 一旁的伯爵夫人急忙惊呼 老公 小心 乌菲克拉姐弟也卖力地给里内加油打击 这时 双方的打斗越发激烈起 佩里奥抓住一瞬间的空档 突然一箭刺去 强大如佩里奥公爵竟然被里内挑飞了佩姐 一旁的几人看到这个场景都感觉不可思议 反应过来的乌菲克拉姐弟兴奋地欢呼着 里内听到姐弟俩的欢呼也是满面笑容 随后姐弟俩来到里内的身旁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一旁的佩里奥站在那很是无语 这时 雷奥尼哒哒哒地来到佩里奥的申请 他疑惑不解地问道 你为什么故意输给你 佩里奥很是震惊 你看出来了吗 雷奥尼不知可否地表示 那还用说 原来 在昨晚开作战会议时 佩里奥表明他现在需要西部的帮助 里内自然是一口答应 不过 在这之前他有一个条件 佩里奥歪着头捕食不解 他有什么想要的吗 矿山 商团的交易商品 里内解释道 我不是指物质上来 你在剑术比赛上输给我一次吧 佩里奥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 里内表示 我想让他们看到我帅气的能力 雷奥尼替佩里奥打包不停 所以你就是故意输给他的 爸爸你可是这世上最强的 佩里奥满不在乎的笑语 他上前摸着雷奥尼的头发子 你可真聪明 雷奥尼骄傲着说 我本来就很努力 而佩里奥却直接无视了他的 没错 我是故意输的 随即佩里奥政策等 从现在开始 我可能会很多 刚才的比赛就是我付出的代价 雷奥尼陷入了私 代价 在援助中一旦有重要的事件发生 帕勒多斯侯爵就会登场 而这几天我已经见过他两次了 再加上 我还见到了爸爸最得力的助手里那伯爵 雷奥尼担心着问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为了不让雷奥尼担心 佩里奥安慰他 你不用担心 我们大人可以解决 这时 雷奥尼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爸爸 大皇子现在几岁了 佩里奥十分不解雷奥尼怎么突然问这个 原来佩里奥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雷奥尼吃好 玩好 睡好 就在刚刚 雷奥尼突然询问佩里奥大皇子现在几岁了 这让佩里奥很是不解 他怎么突然问这个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问出口 那就是大皇子的年龄 现在是原著故事开始的五年前 也就是说 我知道的内容根本派不上用场 就在雷奥尼思索间 佩里奥回道 那小子今年应该有十岁了 雷奥尼焦急地问道 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吗 佩里奥抓住雷奥尼的小手 安慰道 奥尼 你不用这么严肃 没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 说吧 他把雷奥尼高高举起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现在要做的是只有一个 雷奥尼一惑着问 是什么 睡好 晚好 睡好 你只要留在世上最安全的地方 在布雷奥宅底里幸福的生活就好 这就是雷奥尼布雷奥公爵小姐 你要旅行的最重要的路 说着佩里奥在雷奥尼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里内看到佩里奥那温馨的场景也很是心愿 雷奥尼十分相信佩里奥 于是在那之后的几天 他跟里内一家过得很 不过 他们马上就该回自己的领域 因此 佩里奥决定为了这几位尊贵的客人 举办一场茶话会 由于佩里奥被封为公爵之后 从来没有办过剧 所以受邀的贵族必须都要来参加 邀请函送到各位贵族手中的两天后 便是举办茶话会的日子 佩里奥的强势让雷奥尼十分惊愕 爸爸你还真是一点都不为他人考虑 佩里奥耸耸肩 我怎么了 雷奥尼说 你的良心比我的童心还省 佩里奥满不在乎的说 这是对我最狠的批评 雷奥尼听着佩里奥不嫌不淡的话 瞬间炸锚 你说什么 你这个臭爸爸 你不要敲二郎堵 佩里奥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强势 反正 我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顾虑别人的情侣 因为我们是布雷奥家族的人 他们会自己看着办法 雷奥尼看着十分自信的佩里奥心想 我记得原著中 没有说他有人格分裂或者是反社会人格 他只是单纯的让人倒胃不大 虽说倒胃口 但是他太过完美 比如雄厚的财力 帅气的外貌 肌肉和强大的意义 想到此处 雷奥尼瞬间变成小女妹 我就是喜欢你傲慢的样子 佩里奥纠正道 我这不是傲慢 是自信 我也想像你一样 活得那么潇洒 可以啊 但是 我可是有良心 佩里奥笑骂道 没良心的小本 地旁的李妹听着妇女两个嘴 心中吐槽 不愧是妇女 这两人简直一模一 似是察觉到李妹在看着自己 佩里奥转头望去 两人彼此用眼神交流了 茶话会即将成为 浴室清理开始的前夜庆祝 今天是佩里奥正式举办茶话会的日子 一辆辆贵族马车应邀而来 刚到公爵府的宾客 推杯换斩工筹交错着 作为公爵府唯一的千金 雷奥尼自然也邀请了他的好朋友 只见雷奥尼兴奋着呼喊 福洛 快进来 外面很冷啊 可福洛却瞪着他那卡兹兰的大眼睛 眼泪汪汪的跟雷奥尼打着招呼 你好 雷奥尼看到福洛眼泪汪汪的模样 以为他被谁给欺负 立刻火气冲天地询问 福洛你哭了 是谁干的 福洛支支吾吾地说 那个 我问候公爵的时候 还没等福洛说完 雷奥尼大声地说 又是我爸爸做的好事 福洛连忙解释道 这不怪公爵大人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福洛本想着给佩里奥行李 可是他一见到佩里奥就不自觉地感到害怕 他颤巍巍着说 干 感谢您的邀请 他很紧张 他害怕要是因为自己没能好好行李 而惹对方生气 佩里奥似是也察觉出福洛的紧张 他单膝跪地 尽量以气温柔地说道 我也很感谢小姐你们来参加查话 想到此处 福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觉得他是个很温柔的人 所以现在我已经不怕他了 雷奥尼一听立马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他伸手拍了拍福洛的小屁体 哎哟 真乖 一旁的侍女看到雷奥尼的动作一阵汗眼 这时 乌菲克拉姐弟走了过来 姐姐 不是说今天的宴会不会有其他小孩参加吗 雷奥尼一把拉过福洛向乌菲克拉介绍的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邀请他了 乌菲克拉听过雷奥尼的介绍 他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福洛 福洛也被乌菲克拉的眼神盯得莫名其理 一旁的雷奥尼看着两个人 他捂着小嘴满脸飞行 这个 没问题吧 就在雷奥尼扶而感慨 乌菲克拉跟福洛能不能和谐相处时 那边的宴会也正式开始了 佩里奥缓缓缓举起手中的高脚背 一众宾客看到举起的高脚背 瞬间停止了议论声 大厅一下子安静下来 作为北部的主人 佩里奥从来没有举办过宴会 可这次宴会让他真心觉得麻 感谢大家在我的突然邀请下 还能应邀参加宴会 站在人群中的帕勒多斯侯爵很是汗意 从您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泄意 站在高处的佩里奥继续朗声道 由于我前些阵子一直在首都 疏忽了北部 因此 从今往后我会加倍关注呗 听到此处的众人 小声地在底下议论纷纷 他们猜测佩里奥这次召集众人的目的是什么 人群中的帕勒多斯也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意义 布雷欧向来对外界毫不关心 他们就像饱腹的狮子 只要没人挑衅他们 他们也不会动脸 然而这只黑色猛兽竟然将贵族聚集在一起 不耐烦地说着这些话 散发着清香的茶水和饮料 甜咸可口的糕点 然而有些人将在这些甜蜜中尝到血腥味 这个茶话会就是用来宣告大家的 想必没有一个贵族听不出来 随后他嘖嘖一声 所以说 人要有自知之明 躲在暗处的梅雷奥卡伯爵 自然也听出了佩里奥话语中潜藏的意思 由于紧张他的额头浸出了一层的汗水 这一切都被帕勒多斯侯爵看在眼中 他轻蔑一笑 好期待啊 这里定将有大事发生 这是佩里奥拿起手中的酒杯 语气森冷地说道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这程宴会 随着佩里奥的讲话完毕 这场别有深意的茶话会正式开始 分数着不同阵营的贵族 自然各自聚集在一起 一旁的伯爵夫人看到这一幕 小声地对着里内说 人们自然而然分为两位了 里内回答 心中有所顾虑的和没有的 然而就在两人小声议论时 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老人爽朗大笑着走来 此人竟是里内的竞争对手 乌尔玛里蒂伯爵 很高兴见到你们 伯爵 国局夫人 我受到里内商团不少关照 里内听到对方话语中的戏血之一 脸上虽然笑呵呵的 实则心中脑目无比 尽管如此 他还是哈哈笑着跟对方握了握手 与乌尔玛里蒂家族的合作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记忆 乌尔玛帝这时说道 即便如此 你也不要太勉强 里内怎会听不出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多谢关心 不过我还年轻 我能挺住 两人嘴上说着不痛不痒 内心戏却十分丰富 乌尔玛帝暗想 我们商团因为你们挣不到钱了 你是可而知点 西部的狗 而里内则是想 我们能挣钱是因为我们有实力 你这个老头子跟我找什么茶 就在两人暗暗较近时 伯爵夫人自然也没有显着 克拉塔家族生产的迅鹿皮质量很好 伯斯格鲁尼家族制作的茶器也很有特色 北部的商品质量都很好 是我们商团主打商品 两人的分工很是明确 卡尼斯里内伯爵负责鞭策 而雅菲菲尔里内伯爵夫人则负责给填图 一旁关注着的帕勒多斯侯爵 看到夫妻俩的一唱一和 不由的感慨 虽然很让人意外 但是他们的组合倒还挺和谐 所以西部商团才有如此辉煌的一天 帕勒多斯侯爵作为佩里奥的得力助手 自然也看出了这次茶话会的不同寻常 而佩里奥作为这次茶话会的主办人 他没有理由不去拜计 于是他走到佩里奥的面前打着招 公爵 佩里奥正说着感谢大家前来参加 就看到帕勒多斯侯爵朝着自己走来 这不由的让他皱了皱眉 这个老头为什么突然跟我套近 此时 站在佩里奥面前的两人正在战战兢兢 这两人分别就是 格利斯男爵和梅雷奥卡伯爵 两人由于心虚 咕嘟咕嘟的狂咽口水 气氛也沉寂得犹如死水一般 这时 佩里奥注意到一名绿发男朝自己走过来 他疑惑着说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 帕勒多斯侯爵拍了拍绿发男的肩膀介绍到 他是塔伯努斯伯爵家的长子 他是个很稳重的帅小伙 佩里奥作为北部的主人 他可丝毫不关心这样的一个小人物 这么一说 他长得还挺像伯爵的 其实话语中意思就是一点也不稳重 也不帅的意思 说着他便把手伸到对方面前 欢迎你来参加 绿发男也顺势握住佩里奥的手自我介绍到 我叫穆斯卡塔伯努斯 我是替我父亲来参加的 可佩里奥却看绿发男很不顺眼 他瞥了一眼对方握住自己的手 他决定给对方一个下满威 于是他缓缓加大握住对方手的力道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对方竟然承受住了自己的力道 自己可是拥有着猛兽獠牙的黑色猛兽 他瞬间来了兴趣 有意思 有意思 然而绿发男穆斯卡却也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好了 故事的结尾 博主默默插具题外话 由于最近新漫画的反响都不是很好 家人们有没有想看的漫画 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尽量去拿版权来给大家解说 如果新漫画反响还是不好 这里博主可能就不再更新了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支持 感谢你 莫莫达 原来 还真有不怕死 去握佩里奥手的人 穆斯卡塔伯努斯 父亲在皇宫的那三年 我作为代理家主照料着家族的各项事宜 同时扩张了支持家族的势力 其中支持我们的主要势力便是 奥洛尔 那可是受到皇帝宠爱的皇妃的家族啊 不管他是北部的主人 还是说他拥有猛兽的獠牙 他也只不过是皇室的下属罢了 瞅瞅他害怕发抖的样子 只要这次四兽魔物幼崽的是能成功 那我便能乘胜追击 这个年轻的公爵 将成为我穆斯卡 塔伯努斯的敌人 然而就当他天真的幻想时 佩里奥则暗暗发动了猛兽的獠牙 这一下子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 把他拉回了现实 他惊恐无比地看着佩里奥 冷汗一滴滴地浮现在脸上 佩里奥看着对方 这狼狈的模样心中复服 这些苍蝇真是不自量力 站在一旁的帕勒多斯侯爵 也发现了穆斯卡的酒量 他哈哈笑着打圆敞葬 公爵你也看到了 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公子 他的魅力就在于富有热情 而且他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 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啊 佩里奥怎么会听不出 帕勒多斯侯爵话语中的暗讽 就是说呀 帕勒多斯侯爵一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只剩下穆斯卡尴尬地站在那里 摸着小马居柔软的松茅感慨道 我终于要骑上他了 然而没过多久 雷奥尼的小脸变狂下来 因为只有他的小马居 慢吞吞地在最后面走着 今天负责照顾雷奥尼的护卫是普罗沃 普罗沃看到雷奥尼脸色不对 他担心地问道 小姐 是不是马儿走得太快了 如果您害怕了 请马上告诉我 雷奥尼苦着一张脸 我一点都不害怕 不能走得再快点了 现在大家都走在我前面了 普罗沃一惊 万一您受伤了怎么办 您若是受伤了 主君会让我掉脑袋的 雷奥尼一边委屈地 抚摸着小马居的脑袋一边说 其实你也想跑起来吧 再说了普罗沃 你可是格拉迪哥唯一的魔法剑客 你用魔法挡住爸爸的剑就好了 普罗沃汗颜 在猛兽的獠牙面前 一切都不值一提 总之 骑马还是很有趣的吧 雷奥尼轻轻轮了一声 其实像现在这样悠哉的骑马 也很有韵味呢 雷奥尼小声地嘀咕着 再多来一次这个韵味 随后他转念一想 也罢 确实挺有闲情意志的 他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冬天这么悠闲 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 他只觉得冬天很冷 想到此处 他现在只想知道他的爸爸现在在做什么 这次的茶话会结束后 爸爸将开始做一件大事 距离原著开始还有五年 原本这里的未来是固定的 但是自己的出现改变了原著中事件的发展 原著的主人公巴利亚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他会像原著中描述的那样回归吗 就在雷奥尼思索时 下一秒 雷奥尼的脸色瞬间变色 就在雷奥尼思索原著中的剧情时 下一秒 他好像感知到了什么恐怖的存在 脸色瞬间大变 于是他急忙让小马居停了下来 然后喊了一声普罗沃哥哥 普罗沃也停顿下来 小姐 怎么了 只见雷奥尼神色凝重着说 快让大家躲起来 普罗沃疑惑着说 您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可就在这时 他也发现了一个恐怖的气息 这让他的脸色也变了颜色 随后 雷奥尼大声喝道 我去挡住他 你们快走 普罗沃也做出战斗的姿势 我不能留下您一个人自己走 可这时 雷奥尼发现走在他前面的几人 并没有发现那个东西 这让他很是奇怪 但此时雷奥尼管不了这么多了 他要去查看一下情况 普罗沃焦急着说 您不可以自己去 普罗沃随口说道 我有猛兽的獠牙 你把孩子们送走 然后立刻带其他骑士过来 普罗沃还要再说什么 就见雷奥尼已经大步朝前走去 普罗沃看着雷奥尼的背影 只好一咬牙转头去送弗洛几人离开 此时 雷奥尼气喘吁吁地走在雪地上 爸爸之前教过我使用獠牙的方法 所以我现在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獠牙 虽然有些担心 但我可以的 不过为什么只有我和普罗沃哥哥能感受到他呢 就在雷奥尼疑惑时 他也看到了出现在他脑海中气息的存在 只见一头雪豹蹲坐在雪地中央 他的尾巴微微摆动着 就这样 雷奥尼看着蹲在那里的雪豹 他 不是魔物吧 雪豹察觉到了雷奥尼朝自己走 不过他没有伤害雷奥尼 而是一跃而起逃离了此地 这时 普罗沃也带着几名骑士及时赶 在看到雷奥尼没有受伤后 便是放下心来 毕竟万一雷奥尼出了什么状况 自己的小命就不保了 雷奥尼思索着 刚才是什么东西在那边 猫 他不是一只普通的雪豹 不过 他好像没有敌 午睡时间 弗洛等人 意味着雷奥尼睡得很是香甜 这让雷奥尼不仅感慨 这可怕的人气 反正自己现在也睡不着 那就去找爸爸吧 于是他在不吵醒孩子们的情况下 成功脱逃 雷奥尼走在去佩里奥房间的路上 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想 自己都应该和佩里奥讨论一下 在原著中雪豹市 随后 雷奥尼来到佩里奥的房间门口 可是自己的身体实在有些矮小 这让他很是吃力的去抓门把手 哎呀 早知道就带着侍女过来了 不过 最终房间门还是被他打开了 可是就在他打开门的一瞬间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刚才的雪豹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让他无声地尖叫起来 雷奥尼趁对方没有发现自己 急忙把房门关闭 这让他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可就在此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呀 原来那个黑头发的 是你啊 喂 私生女 让开 雷奥尼闻声朝着穆斯卡看去 对方的话让他很是不爽 说什么呢 臭苍蝇 这里可是我爸爸的办公室 哎呀 看到这里 说句题外话 人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竟然感人雷奥尼 默默很是期待下周佩里奥干掉他的场景 自从上次 雷奥尼发现雪豹 还好 没有出现意外之后 普罗沃就急忙找到佩里奥 告诉了他 关于雪豹的事 佩里奥疑惑着看着普罗沃 猫 奥尼和孩子们应该安全无恙吧 普罗沃回到 现在梅里斯和帕布在房间里陪着孩子们 马努斯和其他骑士正在周边搜查 他应该不是魔物 因为只有我和小姐感受到了异样 佩里奥疑惑着问 其他骑士都没有察觉到吗 普罗沃摇了摇头 是的 佩里奥此时像是想起了什么 看来 他来得比我预想的 要早 然后他随口问道 那只猫长什么样 普罗沃说 他很大还很费 佩里奥一脸认真的说 话说回来 奥尼那丫头应该会觉得魔物很可爱吧 你有没有找到什么可以抓回来养的 普罗沃看着一脸认真的佩里奥 不可思议地说 您是在开玩笑吧 两人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 佩里奥解释着说 反正 他不是魔物 普罗沃不解地问 那您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吗 佩里奥提醒了他一句 普罗沃 爱来贪清 你明明是来自东部的贵族 该不会已经忘记 东部的主人是谁了吧 听到佩里奥的提醒 普罗沃此时像是想起了什么 难道 可就在普罗沃就要说出答案之时 就发现佩里奥此时停了下来 他朝前看去 就只看到雷奥尼正站在佩里奥的办公室门前 和塔伯努斯对峙着 这让普罗沃很是不紧 那是什么情况 佩里奥办公室门口 雷奥尼双手拦着塔伯努斯 大声呵斥道 这里是我爸爸的办公室 你不要进去 塔伯努斯看着小豆丁般的雷奥尼 亲历了一笑 他用力戳了戳雷奥尼的额头 真可笑 就凭你还想拦着我 不得不说 塔伯努斯简直在死亡的边缘来回摩擦 塔伯努斯把雷奥尼的额头 都戳了一个小红点 这下子让雷奥尼十分愤怒 这小崽子搞什么 就在雷奥尼要控制不住发飙时 佩里奥的声音传了过来 奥尼 雷奥尼转头望去 当看到佩里奥正缓缓 朝着自己走来时 他一边大声喊着爸爸 一边大步朝着佩里奥跑去 当跑到佩里奥身前时 雷奥尼一步跃起扑倒佩里奥的怀里 佩里奥也是急忙抱住雷奥尼 佩里奥安抚着雷奥尼 因为快步奔跑而剧烈的喘气声 他冷眼朝着塔伯努斯望去 你怎么会在这里 塔伯努斯公子 塔伯努斯可能是感受到佩里奥话语中的杀意 他冷汗一滴滴地从脸庞上滴落下来不知所措 佩里奥可不管对方的心情 他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需要我再问一遍吗 我问你 你为什么在这里 塔伯努斯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 雷奥尼大声地说 爸爸 我来说 我和孩子们吃完饼干 正要睡午觉的时候 我突然想见你了 就过来了 但是我到这里之后 发现那个人想要进你的办公室 于是我就拦着他不让他进去 可他根本不听我的 我堵着门不让他进去 那个大叔就上下打量着我 还嘲笑我 塔伯努斯见到佩里奥瞬间就怂了 他辩解道 我没有 我只是急着找洗手间 无意见 就在此时 雷奥尼打断了他的话 少说谎了 你这个疯子 那个疯子还骂我了吗 听到这里 佩里奥的声音 不带一丝感情地说 他说你什么 雷奥尼此时也察觉到 佩里奥话语中的冰冷 他小声地说 他说我身上流淌的是 不明身份的浅薄的你 女人的血 这句话犹如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佩里奥此时浑身散发着 恐怖的杀影 这恐怖的气息 就连雷奥尼和普罗沃 都浑身颤抖着 大厅中的气氛沉寂得 犹如死水一般 佩里奥看着塔伯努斯 竭力控制着 想要杀人的冲动 毕竟今天是他举办的茶话会 他那冰冷的 不含一丝感情的声音传出 塔伯努斯公子 洗手间就在二楼宴会厅的右侧 你还不快去 此时的塔伯努斯 完全没有了 单独面对雷奥尼时的那种嚣张 他整个人颤抖着回道 是 是 等到塔伯努斯走后 雷奥尼看着佩里奥小声说 你生气了吗 佩里奥疑惑着说 难道你不生气吗 雷奥尼回道 我当然生气了 所以我才会等你过来 跟你打小报告啊 佩里奥这时却说 之前家庭教师欺负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这人太温和 你可以直接揍他 我是那么想的 听到佩里奥的话 雷奥尼此时想起 刚才塔伯努斯戳自己额头时 比起生气 我更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 让他这么有脾气 这时 佩里奥再次问道 横还是竖 这句话让雷奥尼一愣 他这是什么意思 佩里奥解释道 你说我该怎么撕碎他比较好 对角线也可以哦 雷奥尼从对方的话语中 感受到浓浓的关切意味 他的心情顿时好多了 他在他面前 真是什么都敢说 等到佩里奥把雷奥尼 送回到他的房间 他便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佩里奥看着眼前的 雪白花豹说道 让你久等了 现在刚好是我女儿的午觉时间 雪豹看着佩里奥吞了下口水 她是个惹人爱的女孩 紧接着 就只见雪豹变成了一个 身披暴纹披风的美丽女子 而且是我自己来走了 对了 那个叫塔伯努斯的公子 确实侮辱了布雷奥小姐 他还用手指戳小姐的额头 嘲笑他来着 发上了女人心想 他不拢吗 等奥尼长大了 他要是也想穿这种衣服 就麻烦了 跟东部进行贸易往来的时候 得排除掉这个裙子 佩里奥心中吐槽过后 随即转入正体 首先 欢迎你来到北部 奥尔蒂奥侯爵 奥尔蒂奥露出一个微笑 感谢您如此欢迎我 公爵大人 所以 您叫我来 是为了什么事 我特别好奇呢 画面一转 茶话会结束两天后 比那伯爵一家也该回家了 雷奥尼像个小大人 记得一定要去洗手间 如果感觉晕车了 就打开窗户看向远处 姐弟俩举手称是 里内看着小大人般的雷奥尼 他凑到佩里奥耳边小声说 你确定你的女儿是七岁吧 佩里奥淡淡地说 他说她的精神年龄有三十岁了 随后里内一家人 向着佩里奥妇女告别 我们真的要走了 小姐您要保重身体 雷奥尼向着里内夫妇 行着标准的礼 好的 祝你们一路顺风 这时 里内来到雷奥尼的身前 雷奥尼朝着里内 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我也很开心 爸爸能成为我爸爸 里内温柔地说道 我想佩里奥一定也是这么想 佩里奥抚摸着雷奥尼的头 也很是赞同里内的话 最终雷奥尼和佩里奥 看着远行的马车久久无言 不得不说 他们妇女的侧脸 此时此刻真的好想 等到再也看不到马车的影子 雷奥尼安生叹气地说 有点寂寞呢 佩里奥也很是赞同 吵闹的人都走了 我心里很痛快 这时 雷奥尼再次说道 爸爸你一定不能理解 有你在我身边 我不会感到寂寞 佩里奥摸着雷奥尼柔软的头发 我也是 有你在身边 我一点也不寂寞 说吧 佩里奥把雷奥尼高高抱起 雷奥尼也幸福着笑着 可就在这时 雷奥尼突然发现远处的树枝上 竟然长出了绿叶 佩里奥调侃着说 小小的 和你一样 雷奥尼假装生气地说道 讨厌 真是的 佩里奥看着远处树枝上的绿叶 不知不觉 转眼间 春天来